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今天有最新的一个民调出来了 风灿的民调 他们是请这个台大政治系的这个张又宗教授 来协助这个问卷调查 那他们现在目前调查的这个区间呢 是从6月29号到7月1号 也就是说这个金小刀有加入了侯阵营的这个之后的一个民调 那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民调的趋势还是没有太大的转变 目前赖清德还是维持领先 支持度是26.6% 柯文哲24.2 那侯友宜还是位居第三 目前这个调查出来的支持度是18.3% 那所以呢 现在大家在讲说 前两天侯友宜不是有接受了这个绍康战情室的一个专访吗 那当时有提到了这个兵役 是不是要缩短为四个月 不再是一年 但是昨天侯友宜又赶快强调 讲说他反对的不是四个月 不是一年的兵役 而是三加一的兵役政策 从来没有反对过一年的兵役 也被外界质疑说 这叫做改口吗 那现在开始有一些质疑的声浪 甚至是比方说像是民进党 或者是说民众党都有这样的一些声音 那我们来看看侯友宜的想法 他是说回到四个月的兵役 必须呢 前提是在这个两岸和平稳定的情况下 他说美国是最坚强的盟友 当选总统之后一定会持续对美军共的 那我们看看侯友宜上节目之后说 这个恢复四个月的兵役 其实这个有蓝营的人是讲说 之前党中央是不知情这件事情的 所以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侯友宜会突然这样子提 那绿营当然逮到机会 见缝插针包含了柯文哲也有酸溜溜的讲一些话 我们先看林卓水讲到侯友宜 他就说你就是脑袋空空啊 对国家大政表态一被批评 马上就方寸大乱 那柯文哲当然看到侯友宜出错就讲说 哎呀你这个朝令夕改沦为笑柄 恐怕要先去跟AIT解释个老半天 但是更多人就是也讲说 你柯文哲自己也是常常变来变去 怎么连一个会变来变去的柯文哲都去笑侯友宜 那这个事情就是觉得 让大家觉得说怎么会一天之后 这个五大绝然后突然变成了四大绝 一个绝已经改口了嘛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声音啦 那再来难道是侯友宜被美国爸爸掐着脖子吗 因为我们看今天联合报相关的一些报道 就讲说这殡仪政策是不是让美方关切了 所以才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侯友宜是讲说因为是大家都在问 所以他才继续说 那台海稳定才有可能会恢复这个四个月疫情 因为大家在问 所以我今天再讲一次 那据背后的了解呢 是说他抛出这个四个月兵役政策之前 其实没有特别先知会美国 所以在访谈当中有设一个大前提 那最后外界是只关注到这个论述的结果 然后是内容遭到的误解跟背离了原意 所以呢一播出马上就遭到了美方的关切 那连葛来仪都来召侯友宜哦 葛来仪是在他的推特上面讲 讲说侯友宜表示如果当选总统 要取消民进党延长台湾兵役期限的决定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赢得选票 这将与美国之间产生许多分歧 并且这个是向中国发出了错误的讯号 可是人家觉得说 就像这个柯文哲之前讲的 这葛来仪你以为你是谁啊 人家觉得说你自己 美国不是也是现在为着选举吗 你拜登难道没有为着选举 在操作一些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事情吗 那你自己参选难道不会为了赢吗 那美国你不能先自己管好你自己吗 你葛来仪一直在对台湾的这个选举 指手画脚做什么呢 那再来反过来我们看看 这个沈大佬哦 他号称是挺侯第一名的沈大佬啊 他都对于侯友宜这个移动椅子的事情 他说他都有一点不忍心的啊 他说嗯 他说这个词举很low 实在不忍心要骂 骂不出口 但是现在看到这种状况 他觉得侯友宜一定要面对困境 一定要好好的检讨哦 那在我们节目从一开始 本来也是非常支持侯友宜的辉文歌哦 他也是讲说 其实媒体都已经拍到你移动了 你就承认说 想跟韩国瑜多聊两句嘛 这样子 开大门走大路啊 就是不需要拗啊 也没有意思啊 这样睁眼说 瞎话也不好啊 那其实我们看 这阵子以来 大家在讲说 韩国瑜支持者跟侯友宜之间 这样子的一个心结 目前都还没有解开来 其实在少康战情室的专访当中 赵大哥好像一直 我们也相信赵大哥不会是要害他 不会是故意说要害他问这个话题 而是希望能够帮他解开这个问题哦 所以赵大哥还不断的提醒他 提醒了好几遍 但是侯友宜怎么接啊 我们再听一下 那年那时候我也知道韩市长 显得也蛮辛苦的 那每一个人在这个选举 过程当中 如果成功 我们都很喜悦嘛 但失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摸心之吻 自己自我省思跟检讨 我自己那选举 我到底有没有尽到的力量 让人家感触到更好 算不算是跟韩国瑜 韩粉表示道歉 算不算 其实我衷心的盼望 我们大家一起面对 如果我做的不够好 不够多的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教 多多原谅 都是我生心的接受 多多原谅 多多批评 多多批评 大家的批评 对所以其实有稍微提说 多多原谅 多多原谅 可是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最后说 真的是说一声抱歉 这样子 说一声道歉 这样的词 所以昨天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慧文哥 在他自己的广播节目里面 也这个语重心肠 讲了一番话 我们来听听看 你今天言之无误 一堆废话 麦克风 SNG一整排在那里 你讲的哗啦哗啦 讲半个小时 我跟你讲 你可能晚间新闻 一个字都播不出来 自己讲不出来 还怪别人 你们问的都很片段 什么我们问的很片段 是你自己讲的乱七八糟 什么我们问的很片段 讲到这很生气 公当公筛 好 我们来问一下汉婷 我认为侯爷宜 本来在受访的时候 是连放大招 就仿佛五星上将一样 只是立刻觉醒 应该呢 民调是有机会 能够止跌回升 虽然整体来说 当然有些不满的地方 但瑕不掩瑜 不过呢 就是关键在 这个兵役的政策上 因为如果没有兵役的 这个立刻的 我们说调整的话 那理论上媒体版面 应该都会是 他的所谓五大绝招 九二共识 非NCC 彻查弊案 这都是有助于 侯友宜的声势往上涨的 但是呢 这个兵役的事件呢 他一旦有做了一个 用语上的调整 那么柯文哲第一句说 那他要去向AIT解释 不是说调整要向AIT解释 柯文哲是在被问到 兵役缩短的时候 柯就说 侯要向AIT解释 然后媒体立刻又评论 是否有美方不满 果然呢 葛来仪又发生了 也就是大家其实心知肚明 背后应该有受到 来自美方的压力 即便侯友宜本人说没有 可是侯友宜在最新的声明当中 他不断强调没有反对一年 而且他又说 美国是坚定的盟友 也说未来还会再向美国 继续购买军购 那如果无涉及美方的话 何须在最后一段 多强调一些美国的相关言论呢 所以第一个 美国这样子算不算是 公然的介入台湾大选 有没有违背 美国自己在北京前面的承诺 那请问现在叶伦要去大陆 要求美大陆多购买一些国债 美国自己会不会多要付一些代价 这是美国跟大陆应该要思考 那第二个就是 中华民国的许多政策 其实从来都不是操之在即 必须要说大实话 你看莱猪 那是台湾人可以自己决定要开放 或者是不要开放吗 或者呢像是台积电 被迫到美国要去扩大设厂 被迫的要去投注更先进的制程 或者我们购买波音 我们的兵役延长 我们的教招增加 我们国防预算的增加 我们军购的增加 哪一件不是美国所指定 或不是美国所要求的呢 而且就连军购的种类 件数到货日期 也都不是由台湾可以决定的 大部分几乎都是由美国 强卖给台湾 台湾说我不买A 我买B行不行 美国说不行 你就要买A 而且A的到货日期由美国决定 价格也由美国来决定 我们真正国防部能够自主的范围 就是在美国所画好的一个圈子里面 稍微可以有一点自主的选择权 但本质上呢 那是美国所限定的一个笼子 所以回想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 马习惠两岸领导人是平起平坐 然后呢现在呢 你看Rosenberg来到台湾 然后呢是可以面试三个候选人 面试表示他高我们总统候选还要高一等 那结果呢我们必须是矮 AIT的孙小雅矮AIT的这个Rosenberg一劫 然后Rosenberg的老板 的老板 老板是布林肯 老板是拜登 拜登正在寻求跟大陆 请求帮忙 然后我们一边对美国低声下气 然后我们一边奢求说 我们要跟大陆平起平坐 那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不论哪一个政党 要直接的勇敢于面对于美国的 这个各种的予取予求 我们都要勇敢的拒绝 要能够真正捍卫中华民国的权益 所以像这个美国说什么 这个跟大陆放出错误讯息 关你啥事啊 错误和正确 难道是由美国来决定吗 当然是要由自己来决定的 所以侯市长的这个政策 大方向当然没错 两岸和平 本来就应该恢复为四个月 否则民进党执政时期 为什么要维持四个月 还要维持那么久的时间 对不对 为什么突然增加 就因为他把两岸关系搞坏 那这个呢 也不能讲说这叫做不反对一年 因为就好像民进党执政无能 然后喂大便给大家吃 然后你说我执政了 就给大家吃三针海味 我当然是反对民进党 给大家吃大便啊 我支持给大家吃三针海味 这立场态度是非常明确 所以也希望侯友宜市长 如果他未来能够当选的话 就美方的压力 一定要能够坚持抵抗下去 真正站在中华民国主体 站在两岸和平发展 作为主体 才能够有助于大家的最大利益 好 来问龙建仙 安全跟和平 是不可能没有代价 那我们的系统 包括军事 包括武器系统 包括我们建制出来的 一项就是美国系统 所以我说 我们一定要跟美国 维持好的关系 可是不能 你当兄弟就好 当朋友 才就要做老伯 那当时 民进党要把这个兵 延长到一年 我就讲不是只有一年 恐怕是要你两年三年 美国的意思 他们都讲 没有美国都没有介入 美国都没有介入 侯友宜只是讲说 我执政以后 我当选以后 因为他讲了这个九二共识 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那这样两岸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互相往来跟谈判 我们要和平 我们不要战争 那两岸只要在趋向的和平 在马总统执政那八年 就是因为和平稳定的发展 所以才能够兵役 从阿扁时代递减递减 递减到最后四个月 那为什么在民进党这几年 会变成一年 那你一年就搞到我们的不平等 教育也不平等 你念三年 我念四年 女生的很多比男生都还会念书 为什么我一定要四年才能毕业 那你三年就能毕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说 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当选以后 在两岸和平的稳定下 我要改回四个月 当然现在是不能反对 你在执政你把它定为一年 因为明年一月开始 征兵就是一年 所以你把两岸弄得兵凶战为 就变成要一年甚至两年 可是这里面还有很多配套 因为在那个访问 没有办法说的很多 那这个配套包括募兵制 募兵制你看 现在板模工人一天 三千块 一个月最起码 三千到四千二 那一个月就要将近十万块 你去单兵 他拿腿锤 你单兵要拿枪才三万多 所以难怪你募兵就是成绩不好 那这个就不对等 所以整个配套要重新审慎思虑 然后购买武器 然后购买武器 我们要买 妥适的 不是你 能够成为有身战力 能打仗的时候 刚好你要退伍 所以募兵四年八年 你把薪资提高 那你八年重来你签了两期了 四年加四年 八年以后你保家卫国 你也不够二十八岁 而且你还可以存有一笔创业的基金 这个就是说你整个配套 那各位如果你再去评评看 美国兵跟英国兵跟乌克兰 他们领多少钱 那我们为什么单兵才领这些钱 然后他们派过来的也是领我们的钱 你比比看他领多少钱 所以整个配套 那当然补充的没有说得很清楚 因为那只是一个访问 但是重点是在我当选 在和平稳定的发展之下 我们就是恢复到四个月的兵役期 容介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他这边有讲到说 其实党中央事前不知情 那再加上这一次访问完之后 侯友也有赶快出来补充 在禁办这边 侯友的禁办这边 真的有来自美国的一些压力 没有就是说你在访问的过程 那你没有提到这个补充的说法 所以就只提到说四个月我不反对 你现在你怎么 你也不是执政党 你怎么去反对现在执政党做的这个一年 当然你现在不能反对 我讲的是我当选以后的政策 对不对 我当选以后为什么 我有能力 马英九那时候为什么能做四个月 因为我有能力创造两岸的和平 所以重点在和平跟战争 那党中央之前知道他会讲这个吗 这我不理解 这我不理解 我没有党中央这边 我没有接到信息 我也不知道 现在禁办这边跟党中央的 我下午会去党中央开会 那美方这边有来压力吗 美方有对于他的说法 应该是稍微透过什么管道关心 如果有的话是这样 那为什么柯比你讲的是 你要先去找美国说清楚讲明白 难道你什么事都要先跟美国说清楚讲明白吗 你是受人家控制吗 对不对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在提到一年兵役 变成四个月变一年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跟美国没有关系 美国人都不关心这个不会介入的 那这个不是相互矛盾吗 好 来问董哥 我大概在媒体间 我大概是每天看媒体数量最大的 国内外媒体 就不管名嘴或者新闻界的人 老实讲我没有听过这家民调公司的 风颤民调 最近才成立的 那个三例那一票人出来 成立了一个风传 其实你知道 就是蔡英文当总统以后 台湾成立了非常多的民调公司 因为他们要影响政治影响选举 那所以民调公司有时候听听就算了 我刚刚看了他的相关的这些民调 他这个民调只有一个中心啦 换猴好不好 他是在鼓动 用着一个民调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问 那郭台铭如果出来的话 有多少人会支持呢 哇 不得了 会帮他连署了就百分之二十八 前台湾民众二十八点四会帮他连署 那不得了台湾两千三百万能够百分之二十八点四 那会支持他的人百分之三十五点八 这不得了 这都比赖金德的民调还高啊 所以各位朋友你要知道 民调是要放出来带风向的 那这个风向就是要告诉你一个氛围 所以今天朱立伦到 到那个庙里面的时候 大家就问他 你们是不是要换猴要怎么样 议题都会一直在吵这个 那为什么会有换猴的理由 因为他太弱了嘛 应该赶快换嘛 啊谁比较强 郭台铭可能比较强 就是在做这样的氛围 我给各位看什么叫民调 这个叫民调自由时报 大家看啊台北市长 陈时中三十四点八 蒋万安二十八 黄珊三二十三 这自由时报的民调 各位都知道结果 都知道结果 完全不一样 自由时报很大 他有民调公司 他 选前他一直在做民调啊 各位也看了这个民调 习定真是民进党提名的 桃园二十四点四 中东景二十一点二六 结果谁当选 各位 因为我其实没有准备齐钱 我告诉你 我还有 还有基隆的 还有新北桃园的 那个结果都是不一样 民调就是要拿来给你做报导 给你带来一个风向 那各位朋友当然 为什么 侯友宜 神鹿熊 灰文他们 大家都这样 我告诉你 就叫爱之生 则之切 那侯友宜最大的露点 两个 我老实讲 第一个 他没有把自己当作是台湾 最重要的反对党 你就反对党 你以为你现在在当新北市长 不是 你是台湾最大反对党 我过去跑阿扁 阿扁 每天修理李登瑞修理国民党 他是台北市长的时候 阿扁每天碰到我就开始批评国民党 民进党党主席是谁都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你的角色 你现在要骂的就是蔡英文 就是赖清德 你是最大的反对党 然后第二个 因为他对于国际两岸很多东西 他没有那么熟悉 台湾 台湾的兵役 本来就应该撤销了 连四个月都不要 美国人凭什么管我 你美国人自己是木兵制还是真兵制 美国真兵制已经废除了 美国自己就是木兵制 我们不管四个月后一年都是当炮灰 大家很清楚 没有人像金门人一样打过仗 对不对 我老实讲就是当炮灰 所以我们只能用木兵 大家精兵来采用什么 最高科技的武器 无人机 或者一些雷达 或者那些飞弹 我们怎么使用 这是我们重心 然后把这个待遇把它提高 你只要获得国家任用木兵 起薪七万块 你说好高 那你来啊 赶快叫你儿子来 对不对 起薪 然后下来 一个阿兵哥每个人领十几万 我们都给他 他保国威勉啊 你们觉得太高的人 你们赶快让你的子弟来当啊 对不对 所以比台大博士还高 是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有一个方向 我有应该把自己国际两岸这些东西把它弄得很清楚 然后有一套逻辑出来 你怎么打我 我都是站在这个位置 那不要去相信柯文哲 柯文哲说 九二公司就是下跪 柯文哲讲的 柯文哲说陈水扁没有贪污 陈水扁是北京要求马航九把他抓起来关的 这是一个政治愿意 南京还对人在挺柯文哲 我觉得好好笑 是不是 我们大家再看还有哪一些变化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我们真的都得要听美国的吗 是不是压力很大 每个党都会受他影响 但是其实你不要理会他 我老实讲 因为理会他你自己会变成进退世纪 因为他们现在自己就变来变去 对啊 弄得哲伦司机也是 对啊 一下前一下后的 他自己在抗中现在要 又要派一堆人去跟中大大路讲好话 好 所以有换吗 这个是不是 所以先放旧的 是不是 先放今天的还是先放旧的 因为照这个顺序是先旧的 是这样吗 你要先放新的是不是 好 我从新的开始讲好了 然后我再去讲当时 OK 好好 真的啊 这么凶 他要周玉寇缝麦推出媒体权 张淑娟娟可以出来选局 不要那么笨 带头制造小新闻 好 好 好 一彩虞 us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应该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你应该要拿出你的力道来监督现在目前蔡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这些事迹 而不是说好像这个火力有点微弱那种感受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也让大家非常瞩目的一件事情 今天中午的时候张淑娟出来开记者会 他讲得非常的好啊 甚至炮火比起侯友宜还要来得猛烈 让大家眼睛听得为之一亮 他就觉得说哎呀大快人心真的是骂得非常到位 他骂什么 他说就请蔡英文赖清德爱惜台湾人民 不要用假新闻把大家都逼成疯子 我们先来听听 所以请不要再用假新闻攻击一个正常人 把我们正常人变成疯子 这个是台湾社会蔡英文总统赖清德或任何选的人 都请你们尊重爱惜我们台湾的人民 这才是一个执政者该有的风范 所以今天张淑娟真的是有条有理的在描述这些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会变成这样子 甚至呢他还直面对决了周玉寇 他就说周玉寇带头制造假新闻 应该要封麦退出媒体圈 所以这样的一个讲法是不是现在台湾人民真的是很期待 已经受够了这样的一个政府 已经受够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了 但是大家看到了张淑娟的勇敢 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参选人 这样的候选人出现 让大家觉得说心里面那种不突破坏的感觉 有人带着大家往前冲 有人带着大家说出来大家心里面的苦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张淑娟这样的一个平民百姓 都可以勇敢的对抗造谣抹黑 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去到了暗铃控告 这个金华非文案 那时候被这个周玉寇 蔡玉珍这些资深媒体人讲 说什么滚床单的女主角 他说他简直就是度过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简直是人格被抹灭 所以他说现在目前这个台北市地检署认定 周玉寇跟蔡玉珍用张淑娟的个资 暴露于难以控制的想象风险之中 所以这个涉案罪证明确起诉了周玉寇跟蔡玉珍 那当时他也是说他要暗铃控告 而且要告到底 他说与其被人霸凌不如勇敢对抗 我今天就要告你们两个 其实这就是反映出来我们现在对于这七八年来 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已经很多人就是觉得压抑不敢说 为什么呢 因为总是会有东厂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插水表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让大家不敢说杀鸡儆猴的 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在 所以看到张淑娟勇敢 为什么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很解气 很大快人心 那再来我们看看 就是要让人感动 才能激发支持者的这种心情 当时韩国瑜在凯道那边 这一幕背影歌 这个大雨湿透的这个身影 也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动 这个泪水汗水还有雨水 都交不息支持韩国瑜的心 其实就是需要等待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上的一个被激起 那种感动的氛围 还有很多人当时骑了十个小时的这个摩托车 只为了要挺韩国瑜 然后去花莲 从屏东 73岁的老先生在太太过世之后 首次出远门就是骑车去花莲挺韩国瑜 甚至有一个高雄的妈妈 好像没有买到车票 所以她也是骑了十几个小时 一路从高雄骑到了花莲 那韩国瑜过去面对到荣民的时候 一些感人的照片 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死忠 到现在都还支持韩国瑜 就是因为那时候让大家觉得 她很有温度 她很有人情味 所以就是这样的感动 才能够绵延这么久 一直到现在 韩国瑜都是当啦啦队 也没有要选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死忠的支持者 不离不弃 还是要帮她讨回以前的公道 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来因支持者 当时2016跟2020 其实来因是比较逆风的状态下 我们算一算加起来 你说朱立伦加上宋楚瑜在2016 总共的这个泛兰票 大概也是百分之四十多 四十三左右 2020年的时候 宋楚瑜加上韩国瑜 大概整个泛兰票 也是有百分之四十三左右 所以其实如果说稳妥妥的 大概泛兰支持票是四成的话 其实侯友宜也可以以这个为目标 你先凝聚这四成 然后再来扩大你的这个支持度嘛 所以你现在面对到这样的状况 你应该是要先稳住自己原本的基本盘 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 郭台铭也是积极的在笼络这个蓝营的这个支持者 他说要打造下一个黄金的三十年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郭粉 还没有归队 也没有去转而支持其他人 那可是这样子的这一批 这一批这个支持者到底会流向何方 现在也非常的关键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 呃现在郭台铭重出江湖的第二天 他去到了这个屏东石板专区 他其实都是这个 在做一些蓝营支持者所在意的事情 比方说一些产业链啊 经贸啊 或者是九二共事啊 这些都是郭台铭所主打的 是不是他反而跟蓝营支持者的心 贴得更近呢 那现在他走一个近而不选的一个态势 感觉上面金小刀会在拳戴会之后 出刀斩锅吗 有些人讲说你要怎么斩呢 连郭台铭连这个国民党员的身份都不是 你到底要怎么样斩 那所以这个今天看到蔡壁如讲这一番话 他说郭台铭在这一两天会决定是否参选 那这就是一个警讯哦 对于蓝营会不会分裂来说 能不能干净整合 他说这个郭的幕僚上个礼拜跟他讲说还没有决定 但是郭台铭还是想要遵守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承诺 但是大老板也有大老板的任性 所以会选到底吗 今天有人去问了这个侯友宜哦 侯友宜跟前两天讲的内容一样 口气不同了 他前两天讲说我们是关公兄弟啦 这个相信郭董会支持这个兑现他的承诺 然后他讲说今天是说都是拜关公 江湖在走信守要有 感觉上面口气变了 甚至有人在讲说今天的中常会 会不会有这个挺郭派酝酿 就是要来换猴 也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所以郭台铭到底会不会独立参选 朱立伦讲说他保证不会换猴 一定会承诺团结支持侯友宜 可是呢也有人反过来质疑朱立伦 那你当初不要把郭台铭拉进来做民调 不就没事了吗 这整件事情就是你朱立伦所搞出来的 结果现在朱立伦你不见了 那这件事情你要让侯友宜怎么收尾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侯汉廷 先说这个周玉寇因为他公然造谣嘛 然后是破坏无辜的小市民 所以想请教一下过去支持他 以及跟他同框的 包含蔡英文 赖清德 甚至是陈时中 现在应不应该出来对这件事情表态 尤其是陈时中 虽然你最后没有当选 但是呢好歹人家当初那么挺你 对吧那你也不能够说切割就切割 虽然你选前切割 可能正因为你切割 所以你没选上啊 对吧谁知道 所以这一些包含过去 就是周玉寇当场在讨论 这个所谓当年这个在批评蒋家声势的时候 其他那些每一个在座的来宾 包含民进党的立委或者是议员 这些人现在要不要表态啊 应不应该说话 你当初你坐在那边 你不讲话 你也是助纣为虐啊 因为你拿到脚本 你就知道他就是要侮辱张淑娟啊 那为什么你要拿着通告费 然后听着这个周玉寇 跟蔡玉珍两个人在那边胡说八道 你现在要不要出来说些解释呢 应不应该比照性骚扰当时的案子 所有的人干嘛应该出来 自清应该出来说 以后拒绝再上周玉寇的任何节目 那同样的 我也给侯友宜团队一个建议 第一呢 要求未来所有国民党的人士 禁止再上周玉寇的任何节目 第二呢 未来如果当选 也不会再给周玉寇任何的标案 第三 现在 其实现在就可以做 马上呢 监察院就应该要去彻查 过去发给周玉寇 什么放言媒体 一大堆的这些标案 我们过去查过啊 就他的执行率都超低啊 放一篇新闻没几个人看 点阅率才四个人 加我进去看才五个人 然后呢 这样就可以拿到个几十万 这样来骗纳税人的钱 那请问一下 监察院不用查吗 那发报给什么台电 中油的发报给这些机关 然后再去让这个周玉寇 来赚纳税人的钱 所以透过这件事情 刚好把这些 绿营侧异跟不良的 遏制媒体人呢 通通赶出我们的媒体圈 还给大家一个正常 公平的媒体环境 那再来一个 我们从大局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政党轮替跟两岸和平 就是谁有九二共识 我个人就支持谁 先前呢 是没有人支持九二共识 就侯友宜跟柯文哲 都还没讲九二共识 那当然就看谁表现好 谁有机会 政党轮替就支持谁 可是呢 如果当侯友宜 他也讲了九二共识 他也愿意接受 核四安检之后 能够重启 他也愿意成立特征组 然后未来要去彻查民进党的弊案 那我认为在当下 过去有一些事情 可能小恩小怨 在整个政党轮替 跟两岸和平之前 就可以先暂时放下 比如可能跟韩国瑜啦 或者是跟谁谁谁的 这些问题啦 那个说真的 那都是小恩小怨 如果真的有机会 九二共识把民进党换下来 这叫大是大非啊 而且真正关键是 距离选举投票的时间 还很长 就如果侯友宜 未来能够有机会冲到第二名 有机会能够把第一名给干掉的话 那么过去的小恩小怨 当然就不用太在意 但是如果说支持 如果九二共识能够赢 我就支持九二共识 那如果九二共识不能赢怎么办 那就支持能够赢掉民进党的人 好 来问龙杰先 有人不断在换话说要换人 换人 这个很简单 国民党经历了一个换柱的痛苦 尝到了很多教训 假如你还在提换人的话 不要那么天真 你再度换一次 以后所有国民党提名的公职人员 从里长到议员 到立法委员到县市长 我随时都可以要求你换人 每个人的选将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起起落落 跌跌荡荡 我当时在选台南市长的时候提名 大家跟我说到多少钱 包起来 民进党站出来 国民党提名的在上 换人家骨骑 你不准选 你给我换中 那我怎么办 大家也要换 那就换屑 是不是要换 那不逼的 民调差才要换 来 民调差 美丽岛有够权威了吧 他七月份就做了 黄伟泽61 我才14 九月份又做了 黄伟泽62 我才14.6 十一月初又做了 黄伟泽61 谢龙介才15 我开出来43.8 跌破眼镜 还有那个小丽岩猩猩 还来给我发现 我看他的数据来评论 所以如果今天再搞一个换人 那以后国民党这个政党包起来 我现在跟你说包起来 不用再人了 那郭董因为你是大人物 有时候在商场上人家是说要有信用 可是毕竟跟政治不同 在商场上今天讲八块半 明天可以讲八块或是九块钱 既然你进入到游戏规则 如果今天你从来没有进到规则里面 那我说我今天逼你要来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我强人所难 可是进到游戏规则以外 结果出来了 你po了文章说 我全力支持侯友宜争取2024的圣选 我连续三天把你换中 这个就是风范 对不对 但也许有情绪 可以有情绪 50天了 大家应该都是中华民国派 大家坐下来要怎么让国家更好 以2300万人的最大利益 大家共同来思考 我觉得郭董有他的高度 他到处他开的证件什么 当然有一些走在前面 有一些可以让人民有感受 但有一些跟选举的步调也不一定一样 这个就是这样 那大家愿意进到团队里面来讨论 你不要去指责 这个金小刀有没有生锈 他有没有生锈 很多同事都这样 他怎么样 不用寄 你们赶快进来 大家都进来支持侯友宜 马上就跑来第一个了嘛 好 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 在选举里面 像这种假的信息就非常多 民营党是最擅长 什么打炸国家队 办公室 民营党就是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 那现在 国民党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刚刚龙杰也提到了 有些人在体制外 每天讲一些东西 讲一些东西就让利盈去做大 谁谁谁怎么讲 又怎么样了 有必要吗 当然 选举过程有一些 大家不舒服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 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谢唐廷跟苏贞昌 2008年那次打得最厉害 两个人还裤单报纸广告 然后苏贞昌每天 骂谢唐廷 说你就涉及了一个什么司法弊案 长廷兄转移交点不能改变涉案事实 那个标题大家都印象深刻 最后谢唐廷出现了 苏贞昌很气 苏贞昌跑到美国 他说 就是他们宁愿流窜不投降 简旗不受兵流窜不投降 这是毛泽东的话 然后谢唐廷发个简信说 你回来吧 当我的副手乖乖回来 我告诉你 这就是民进党 对不对 民进党就是我显书 我还是要那个 赖清德跟蔡英文 党内突然显书了 赖清德 蔡英文说你当我副手吧 乖乖当副手 我告诉你 这就是团结 他能够团结 国民党是 这个里面就很那个 我把郭台银的那个练一遍给各位听 50天了 那时候郭台银讲什么 我将信所承诺 尽最大努力支持 胡市长圣贤 战胜2024年的大选 让无人的政府下架 这是郭台银的承诺 光光的承诺 那当然我们是寄望 但是国民党不要再有些人在那边扯后腿 然后自己好像都厉害 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我觉得说 就这三党 这些后衔人来讲 只有国民党能够带给台湾 两岸的和平跟经济的起飞 这是必然的 这是一个常识好不好 那大家讲东讲西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韩国瑜是个大气的人 我相信这些很多东西 大家是见风插针 我认识他三十五六年 没有人认识我 他会比我久 我敢讲 那当然韩粉可能有些情绪又怎么样 但是 连苏贞昌的情绪跑去美国都不肯回来 他要流窜 他不投降 还不是回来 他一定 你只能打一个团结的险战 不能什么都不要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线上五千八百多人加入 请大家帮忙按按站 哦 只剩十分钟 刚刚 刚刚聊得太开心了 好 好 好 那灯格热再度砍掉是吗 哦 好 四个和平 反正就是我都念标题就对了 可是这边不用讲吗 这边不用吗 经济部这一个什么 一百五这就不用了是不是 一百五算了是不是 好 十分钟 那这边呢 灯格热不用了是不是 还是点到 点两个标题就好了 说可以参考台南经验 明明现在更严重了 但是以前 他其实还曾经因为灯格热被约巡 然后结果他还自己自夸 就这样 好不好 我就简单带 好好好 这一段给龙介掀开 挪鱼是我先挪的 挪鱼 什么挪鱼 那不是这样 这样啊 做新闻 做这么大 说说韩国瑜 韩国瑜说先挪的 没有 我挪的 你挪的 你看他起来 他起来 早上我在那里说 因为要下来坐 不是我先刷过来 因为上头的人要颁奖 要说 鱼子的事情还在延伤 我把鱼子挪过来 早上空这边 因为他回坐嘛 所以他当然椅子就拉开一点 不是刻意要远的 然后他要面向舞台 他猴也转头 朱立伦也转头 照烧 因为他侧座 腿要有个空间 他侧座腿要有个空间 是你开启的这个椅子 对啊 再把他影片放出来看就知道了 十二面那八点 我吸引擎 你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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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场子扶上了台面 奇妙在哪里 指南宫的大典侯科都同台 但是赖清德去哪了呢 这个黄成国他竟然没有邀请赖清德 他说依照惯例就是只有邀总统 那总统这一次是派行政院 还不是派院长 是派个副院长来请郑文燦出席 所以李英就算要派行政院 也是派陈建仁吧 怎么又是郑文燦 让大家觉得好奇怪好微妙 而且通常都是要总统出席 那这两位侯科也算总统级 赖清德不算 反正让人家觉得很妙 蔡赖竟然在这个地方 这个心结都还没有解开来 但是我们来看看赖清德最近的一些民调 又回到了民调 他最近的民调大概都是三成左右 人家讲说很稳 这样子稳稳的下去 应该就是赢的几率很高 可是也很难说 你看看当时呢 这个823淹水 2018年那个时候 这个韩国瑜的声势 就开始紧追陈其脉 原本陈其脉也是稳得很难 因为高雄好像就是这个民进党来说 探囊取物嘛 结果在823之后 被翻盘了 可是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 如果赖清德 现在看起来都很稳 三成左右支持度 万一遇到重大事件 有可能会下滑 那这样的支持度会流向谁 会是谁受益 是猴还是柯 这个恐怕就有待观察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最近还投书 美国的媒体 就在这个 猴友宜提出了五大决之后 他就说要来四个和平的四大支柱 就讲说我们台湾要有自己的威慑力 经济安全 如此如此 然后讲说 那这是不是又要花钱大外宣 内容看起来蛮空的 就是你感觉起来好像就是那个蔡英文讲话的那种方式 他又延续下来 而且他又讲说重启服贸 这是不应该的 这应该是要帮服务业转型 而不是提这个错误的要方 那民进党脸书讲说两岸的服贸通过的话 14.5万的外送员日子都很难过 开放服贸之后大量的中资也可以轻易的进入台湾 结果被人家一查2016民进党上台之后 你们自己核准了800多家的录资进来 那不是自己打脸自己吗 还有登革热的事情 现在台南越烧越严重了 可是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太多 因为为什么台南是这个赖清德本命区 以前赖清德明明对于登革热的事情 没有做太好还被移送 当时就是造成非常多的这个死亡 结果在试课近迁 当时是2015年他被约许 监察院约许 结果到2018年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大家说 你们可以参考台南经验 我台南做得多好多好 时间一变 你看他的话数都变 就考验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 我们来问一下龙杰先 请在那儿 你真是有告诉你 你的冰川王 你像这样的冰川 你也敢投出来 2015年那一年 他选完议长以后 他不进议会 234天 那234天的过程 刚好台南是登革热 不断不断的病例爆发 开始有人死亡的时候 我们说你要进来 接受我们的止血 因为只要超过10年 就当年了 只要有2000年以后 当过民意代表的 或是基层里长都知道 我们疾病防治法里面 针对登革热 他有一个防治的SOP 那你整个市政府不进来背询 所以让整个登革热 不断的蔓延扩散 蔓延扩散 如果你进来 我们可以找卫生局 卫生单位 环保单位 我们可以有民政单位 我们要求有没有按照SOP 里长应该怎么配合你 你就是全部的政府官员 全部不进议会 234天 造成台南市登革热大爆发 112个人死亡 到了监察院 要约寻你的时候 你才愿意踏进台南市医院 请听这就是你 台南市一百十二条亡份 到现在还不帮你刷 我没有骗你 你不要 冥冥之中 会有报应的 今天 这个月开始 台南市民 鄉亲市大 你知道吗 这个月台南市老人 玄保免费 每个月省了826 这些长辈跟我讲 用到那里我不是我 去年我是拿这个主张 因为六都只有台南市 没有补助 可是 黄伟哲本人告诉我 他前四年 没有编这个预算 是赖清德 叫他不能编 好 现在你要选总统了 黄伟哲 你现在急就张的通过 企业开始 补助老人健保 清德兄 你要出来对职 是你叫黄伟哲 不要编 黄伟哲本人告诉我的 那现在为了 你要选总统 就赶快编吗 台南市一百大人 你怎么了解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 拥清德 好 来问汉婷 这个赖清德说 和平有四大支柱 啰哩啰嗦 真正两岸和平 就是一个支柱就好了 就是九二共识 你如果再延伸的话 两岸一家亲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两岸合作 赚世界的钱 对吧 就这么简简单单 比那些又臭又长 赖清德讲了一大堆 简单易懂 而且才能够实现 真正的和平 也没有兵凶战危 细看 赖清德的这四点 每一样也都是胡扯 第一个 他说要建立台湾的威慑 你再怎么威慑 难道军力能够比大陆强吗 再怎么威慑 难道台湾的国防实力 跟军事预算 有办法达到大陆的一半吗 连十分之一 大概都很难气急了 所以不可能的 除非你搞原子弹 好 那么再来第二个 他说经济安全 就是国家安全 可是民进党执政 正把台湾的经济 搞得越来越糟 而且实际上 美国叫你把台积电高阶的东西 往美国搬 那民进党就答应了 民进党王美花 就跑去美国受训 然后就要求台积电搬过去了 搬过去之后 那未来美国也讲得很清楚 一旦两岸有事情干嘛 他优先保护高阶的这些工程师 保护台积电的工程师先撤离 至于普通老百姓 美国一点也不管 所以经济不安全 就是民进党所造成的 再来第三 民进党说呢 哎呀我们现在在搞什么 全世界的伙伴关系 这是大误会 没有伙伴关系 只有房客关系啦 好吗 那民进党明年还要花四亿 要招两千三百多老外 来到台湾干嘛 就作秀打卡拍照吃喝玩乐 然后说两句 哦挺台湾 这是伙伴吗 这就是房客啊 你请人家来吃喝玩乐 那民进党现在把外交人员 当成是旅展在招人一样 真正作践我们的外交人员 所谓的大内宣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今天 哎假设我 我怎么样 我打老婆 我打完老婆之后呢 我拿了家里的钱 去请两个老外 这个老外 然后再跟老婆讲说 哎侯汉廷是个好先生 侯汉廷是个好男人 就是这样的样 这叫伙伴关系吗 这根本就是标准的诈骗关系啦 再来第四个 赖清德说 什么稳定的两岸关系能力啊 民进党的稳定两岸原则 不就是要所谓的抗中吗 那对抗 就是因为在民进党的 两岸路线之下 才会导致兵凶战危 所以赖清德所提出来的 所谓四大和平 在我看来 不仅是四大胡扯 而且就是四大 让台湾更加不能和平的原因 嗯 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在嫌疾一遍 虽然很多人讲说 蔡赖会有心结或什么 我跟各位保证 绝对不会 因为你盘算嘛 蔡英文最希望谁当选 当然是赖清德啊 至少赖清德可以保障 他的论文不被公开啊 不一定的 这个一定会私下讲好 那很多人希望说 在这里面做文章 我觉得大可不必 子兰公过去是 非常支持国民党 因为他的前任的负责人 叫高中信 是国民党的立委 我那时候当记者的时候 他跟我们交情都不错 人很正派 后来过世 那只兰公 就是说是个道教的重症 那当然大家都应该借着这个场合去 我觉得在里面做文章是没必要的 那我看赖清德为什么要去华尔街日报这边登广告 因为他告诉美国人他不是台独 就要大家不要认为我 所以因为赖清德不一定去得了美国 因为他是现任副总统 美国不一定敢让他去 那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让他过境 那过境以后在几个基金会或机构 让他去讲讲话 这个是对他最妥事的安排 那可是因为美国现在又跟 中国大陆又开始在示好 他又怕出入了中国大陆 所以赖清德去跟美国人表示这个意见 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各位朋友 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严重 现在整个阵营里面 国民党的最不团结 因为支持国民党的 支持侯友宜在国民党里面的比例是最低 那现在国民党应该把这些东西精神放在这里 所以自己内部的人不要再讲东讲西 赖清德绝对不是我们想的时候那么肉 各位想 你也觉得说他好像有点要被边缘化 我告诉你 以我过去跑这么多年的经验 民进党的团结在选举投票前 匪夷所思啊 大家记得2000年陈日平出来选 有另外一组立英的候选人 喜信良 喜信良出来选 有没有拉到阿扁的票 没有 阿扁照样当选 阿扁本来民调第三 到投票前四个月都还第三 阿扁凭什么打败宋主义跟年战 就是说各位不要把 现在还有半年都 然后大家在那指指点点该换什么 国民党那时候如果不是换柱喔 那些小机立委不会只当写那么少的席次 有史以来最少为什么 因为这些立委很自私 过了 谢谢 这立委 我是有史学选 我是有史学选 或者跳冠ゴ论 你说 你你 Scientists 那么 我 Something 回 butter 是不是 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後突然一下成了國際的焦點 你不曉得現在我們校園內的外國有多少 真的啊 很多 是來念書嗎 什麼都有 適合玩樂的 讀書的 真的啊 什麼都有 沒有吧 比疫情少了 疫情剛回來還沒有 我們現在校園內 你去看看我們對面 啊 我們講話沒聽過 我們台大哲學系對面就是國際學生宿舍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可是疫情前更多啊 那疫情的話那就是 因為我那個時候開的課 一 兩 三 四 五 六 五 好久好久好久沒見到楊老師了 對對對 前陣子 楊老師去去日本玩嗎 他不用玩啊 回家回家回家 沒有沒有 感覺好久好久沒見到你 你要不左右而言他 對對對 你是看女兒啊 看女兒 看全家 看全家 在偷陽檔面 對 對 我還之前問說奇怪 怎麼那麼久沒見到楊老師 謝謝謝謝 我們昨天還聊到你 哦 是嗎 對 你們說是不是打擊 是不是打擊太大了 不來 哦 哦 不會的 哈哈 沒有我這個觀點還是固定出現啊 對啦 觀點請一個禮拜的下 好 因為 因為 因為亮哥亂講了 我當場就幫你駁斥了一下 可以啊 開什麼玩笑 大丈夫當如是也 嗯 楊老師要有更高的位置 那個算什麼呢 國安會的位置 對 那個只不過是 那不是證明我不行 那個只是證明台灣的問題 對 對 確實是 證明國民黨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國民黨真的是非常不行 然後你看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嗯 那早上講的話下午自己通告 哎呀 別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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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很多人很多人是突然高興一下呀 很多高中生的家長們啊 嗯 你知道 對 你在講什麼事 在講後 就是說上大選的時候 改回四個月啊 楊老師以為是講那個什麼 改回四個月 改回四個月 你的家長 不是 我是一直拖拖拉拉 是不是 我在這個台上最早就 皮果的 最早 皮 你說吼嗎 嗯 那個時候在前置他當了兩次 他是主持人的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啊 他當了兩次主持人 我一天就覺得說 因為他這個實際上 因為我自己啊 就我所屬的那個族群 沒有一個人支持 哦 危機 很難 很難過 因為 因為其他的話的 這個 這個不吃香不喝辣的 沒辦法 哎 對吧 我們都有 不是會講到那個 我就 我就 完全是沒有想到會這樣的情報 這個不是講到 立陶宛 立陶宛要進入 八寸晶園 還有這麼多對手 嗯 那是我們這個 而且不是建廠就可以了 在隔壁的拉托維亞基礎比較好 一個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制度什麼的意見 根本都是發別人的錢 講別人的事情 哎 太悲哀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台大哲学系教授院举正 翟轩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翟轩好久不见 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理师 大家好 我们立刻看看 今天张忠谋跟蔡英文又在赌碰面 昨天我们的节目上面有讲说 张忠谋语重心强的讲了一番话 讲说这个现在全球化被美国搞得还像是全球化吗 但是他这一番话 甚至讲到他对于拜登的一番话 有一点刺耳 这些蔡英文都没有听到 但是今天我们看看 他们两个遇到的时候 蔡英文还特别到张忠谋的耳边 咬一下耳朵 是不是因为昨天张忠谋这一番话 可能也传到了蔡英文的耳中 所以要赶紧就是沟通沟通 咬个耳朵 然后讲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张忠谋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那昨天张忠谋话其实也说得非常的重 他说拜登的话他觉得刺耳 甚至全球化也被重新定义 他说现在全球化的新定义 是在不伤害国家安全 不伤害本国科技经济领先的条件之下 允许企业在外国牟利 但是这还能算是全球化吗 而且拜登提到说 美国制造回来了 美国的工会也回来了 他就觉得说很刺耳 一家好的企业其实不需要工会 所以他就觉得感觉起来 他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 我们台积电真的是被逼着去美国 他是千百个不愿意 其实讲过非常多次在媒体上头 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中国大陆对于美国 寄出了稀土的制裁 包含了家跟者的出口限制 我们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的半导体跟芯片产业 晶片产业 有人去问到了王美花 王美花 我们看工业局的讲法 王美花讲说 他说大陆的稀土生产量出口量大 但是都是属于初级的原料产品 必须送往美日晶片之后 在输往台湾短期之内影响不大 但是王美花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就是在评估评估 因为他之前也说 俄乌不会开展 所以他的预测跟他的讲话 都让大家觉得说 常常会跟这个后来的结果 有一点落差 那再来我们看看 工业局 讲说台湾并非受到直接冲击 而是海啸的第二排 可能会受到美日加工原物料 供需情况 以及价格波动的间接影响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讲 大陆其实占了全球的八成的出产 那如果现在开始做限制 只有两成 另外两成的一些产地的话 你觉得这个全球市场上面 不会出现这个空不应求 价格飞涨的状况吗 我们就不要讲说 我们是第几排了 你就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难道不会受影响吗 所以都觉得 好像我们的官员 都在粉饰太平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 永远都被当成这个盘子 因为王宏威就揭露出来 立陶宛的友好真相 讲说我们竟然要出钱出力 帮他做这个相关的科技产业 我们还要自己掏钱 买我们自己的技术 然后免费的送给立陶宛 还不止如此 许小新再爆料说 我们还差点签了 农业不平等条约 因为六月份的时候 立陶宛的农业部长来台要求 据说在经济部的主导之下 开会协商要向立陶宛采购 5万吨7.5亿的小麦 还要分配给这些 面粉工会 饲料工会 你们必须等要去采购 要去买单 然后政府再给你补贴 那所以我们看 外交部跳出来讲 他就说 既然是差点 那代表双方个门就没有签订 这样看到影子就开箱 那我们也反过来讲说 你外交部讲既然是差点 是不是代表说真有此事 所以你为什么不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 一直接受立陶宛 对我们这样予取予求呢 那还幸好是差点 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我们不是又要 再当冤大头了吗 那所以你看看 外交部对于我刚刚讲的 这个半导体技术的奉送 他还讲说 没有啦 是共同出资 技术这个授权 他说双方 其实是要协助 这个立陶宛来建构 这个半导体的能力 并非去开设半导体工厂 那后续的资金 也是由这个立陶宛注资 他说我们台湾绝对不是 凯子外交 也非上权辱国 那你可不可以把具体的数字 拿出来呢 因为昨天王宏 我也指控都是具体的数字 你的回答都是非常笼统的 那总统府的讲法是说 相关的指控军非事实 侮辱外交经贸人员的努力 那到底是如何呢 那台湾是不是也要变成 美国的这个殖民地 AIT现在要扩建 锁定了学校的用地 那台北市 在柯文哲的任内 是说用少子化为理 然后呢就说 北市因为用不到这块用地 本来是内湖国中的 这个金湖校区的用地 现在少子化 学校不用扩建了 所以这块地就给美方使用了 那可是我们看看 内湖的里长就讲说 我们收到外交部的 这个透过 北市府发到 里办公室的公文才知道 怎么学校突然用地就没了 就突然变机关用地了 之前讲都没讲 也没沟通 那民众也觉得说奇怪 这扩建案 从里长到民代 统统都不知道 现在民进党政府 是已经对美国 这样百依百顺了吗 就这样子原本是为着学校 为着小朋友的教育 而保留的一块地 美国说要拿就可以拿去 而且现在内湖的 这个地价多贵 房价多贵 说拿就拿 美国不断的 好像对我们指手画脚 还要下指导期 所以你看 美国在台前会开口 要这学校用地 台湾简直是不敢拒绝 兵役长短 也得要听美国的 现在台湾是不是变成 美国的殖民地 那真的是 这起飞顺理成章 我们真的是要 百亿百顺成这样 再来你看 游锡坤率团 从宜兰直航 纳国岛 他去到那边 讲说 这个起航 观光彩线 直航破冰 然后国会外交 这三个意义 只要台湾人民的 防卫意识够强 面对到中国大陆 没有必要太悲观 然后也体会到 这个台日之间 这个唇齿相依 那日本的众议员讲说 台日必须要加强合作 才能够让中国大陆 不敢越雷迟一步 那这样的讲法之后 对照冲绳的支持 去到中国大陆 他还在那边讲说 请不要再炒作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坚决不允许 这个论调史的冲绳 变成战场 那我们的外交部 更妙了 他跳出来讲说 哎呀 我们这只是一个 地方官员的讲话 不代表 日本政府的立场 所以我们这个外交部 到底是日本外交部 还是美国外交部 就是不是台湾的外交部 就对了吗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其实云纳国岛 在日本占领台湾时间 它其实跟这个宜兰花莲的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许多的一些物资 甚至人员的一些疾病 都是到台湾岛 来做这个医疗的 那因此云纳国岛 在后来二战之后 那当时 其实日本的掌控 完全根本不重视 一直大概是到四年前 五年前的时候 才有所谓一排 这个自卫队的精力进驻 然后当时最主要是 做一些雷达的设置 现在不断地在强化 然后呢 他想要透过这个 跟云纳国岛 跟台湾之间的这个连结 来去形成一种舆论 在台湾 在日本 要让人民或媒体了解到 台湾之间居然是这么的近 的的确确地缘上 但是呢 实际上心理上 经济上 政治上 与纳国跟台湾 事实上是相距 这个八千十万里 他刻意地做了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用处的 因为那边毕竟是 非常小的一个岛屿 而且在附近的这个海域 完完全全地不准 我们的渔民去 我必须要讲 整个冲绳的这个知识 郁城丹尼 他才是我觉得 大家要关注的人 他现在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和和野这个太郎的父亲 和野平洋 他是以前做过 自民党的总裁 但是没有做过 这个就是日本首相 那是日本 自民党在1993年 刚下台的时候 他做这个总裁 他是对中国大陆 相对的就是比较理解 然后呢 比较有互动的 带了一个几十人 八十人的商业访问团去 中间夹了一个顾问 是冲绳县 也就是我们讲的 琉球的这个知识 郁城丹尼 他其实一直就很反对 什么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有事就是战争 他认为台湾有事 如果日本有事 第一个受灾难的 就是冲绳 各位 1945年4月到6月 发生的冲绳战争 美国登陆 攻打冲绳 琉球 日本在191875年 占领那个时候 36个岛的琉球王国 然后一直黄民化 整个把它变成一个军事的基地 在那一场冲绳战役当中 长达82天 美国死亡2万人 日本的军力死亡10万人 平民老百姓 4个 死1个 高达15万人 所以 然后美军一直占领到1972年 才把所谓的管理权还给日本 然后呢 整个美国住日本的70%的基地 通通都是在冲绳 那个住宅区跟美军基地 根本就是一墙之隔 不断又出现所谓海军陆战队 就是这个姓卿 冲绳的女学生 然后呢 但是日本跟冲绳政府 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司法管辖权 所以这个过程又来了 郁子南宁说 你现在开始美日之间的结合 日本的防卫费double 要去对抗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军力 然后呢 要介入到台海的这个冲突 那所有从CSIS到兰德的这个兵推 第一时间都说 整个冲绳也会被卷入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基地在这边 所以郁城丹尼 他不是从日本的自民党 他也不是从日本的右翼 他是从冲绳自己本身的和平安全 从区域的稳定跟安全跟和平 从冲绳人过去的历史 所以不要忘记历史 要和平不要战争 而且他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 说他今天要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要会面了 习近平在习主席在六月 今年六月的时候 特别在一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叫做版本馆 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 他有提到琉球这一段历史 1875年被日本占领 然后呢 日本后来又针对我们的钓鱼台 后来又发生这个甲午战争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冲绳人自己现在很清楚 郁城丹尼就显现的是 不要忘记历史 然后呢 要和平不要战争 那你怎么样的是去透过外交 透过和平 透过交往 透过经济 大家共同让这个区域稳定安全 台海异附如此 不要讲那些什么台湾有事 世界有难 不要讲那些什么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根本就是把台湾当作一个代理战争的场域 让我们去上战场 让台湾变成炮灰 对不对 现在变成通通都是巷战 所以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跟郁城丹尼的见面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也就是说重视和平 然后呢 不要忘记历史 这是大家必须要注意到 我们看这个会议会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 来问岳老师 这个我稍微聊一下这个全球化 这个是张忠摩自己讲的 就是他的那个台积电搬到美国 阿里兽纳州的时候的凤凰城里面 他自己发言当中 就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几乎死了 那现在再一讲的话呢 大概全球化就已经死了 这个全球化死的主要原因的话呢 就是因为美国本身呢 就是他自己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 就是说得很好听 就只要我的利益完全保护以后的话呢 其他你们才能有利益 然后这个是我所认知的全球化 张忠摩自己现在都怀疑这一点 张忠摩是用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他自己都表达了无限的这种后悔 懊恼 这里面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一场逆全球化完全是美国搞出来的 那大家要了解 因为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整个学习就是以全球化为主 我留学 我的学历 我的资历 我的经历 各方面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 就是要以全球化作为努力的目标 包含对于我的子女 以及我父母 对我的期待 都是以全球化为主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会强调 全球化是我们这么一个小岛的 里面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现在好了 死了 死了以后的话 谁不在乎呢 蔡英文不在乎 蔡英文不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这个政策 对她的政治理想 是有 我很怀疑 她到底有没有理想 但是她这个的话的想法 这个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她就完全没有想到 台湾绝大多数人 是靠全球化生存的 我成长在那个做贸易的时代 蔡英文也不例外 都是大家贴着小皮 向全世界走走偷偷 做生意 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 因为目前为止 美国一下子拉帮结派 荷兰的阿斯拜 这个光刻机不卖给大陆的话 大陆马上稀有的金属 价根者 就马上就不出口了 那么这个彼此相互抵制的结果 就是已经宣告全球化 大概已经结束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对于立陶宛这边的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 因为的话呢 我刚刚看了 在消息当中就没有讲一件事情 跟立陶宛买小麦 跟国际市场的价格 有多大的差别啊 对不对 如果它很便宜的话呢 这个怎么叫做利益输送 怎么叫凯治外交呢 这已经说明了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是欲盖而弥彰啊 可能用高价 然后用补贴的方式来购买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几个爆料的 应该讲清楚啊 现在国际的小麦的价格多少 那你要倒贴多少钱 你这边讲到倒贴的话呢 你就没有说清楚 但是立陶宛讲回来的话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是值得谈的 第一个 立陶宛自己本身也不敢得罪大陆啊 要不然的话 你就断交跟台湾建交就好了嘛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立陶宛跟这个俄罗斯之间 是有长期的这种纠纷的问题 然后呢 他自己的话呢 目前为止的话呢 是借这个借力使力 然后呢 台湾发觉的话呢 这边可以两国啦 都喜欢当美国的棋子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说 既然台湾心甘情愿当美国的棋子 立陶宛也是心甘情愿当美国的棋子 但是至少啊 这个立陶宛本身来讲 还是一个有主权的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嘛 那台湾现在本身来讲的话 来当美国的殖民地啊 就是予其予求啊 我说一句良心话 长期以来的话呢 我认为台湾当美国殖民地 这件事情啊 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 现在大剌剌的明显的表示 没错 你要什么给什么 你最近到AIT看一下 AIT已经非常大了 里面底下藏着不晓得有多少人 现在又扩大 你干什么呢 你把危险带到这个岛上来 你要干什么呢 好 来文建长 骗子可以骗多久 是谁决定的 是傻子决定的嘛 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个来破题啊 第一个 我们外交部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这样的帮立陶宛 他说是因为立陶宛在雷射科技的技术 领先全球 台湾的罗斯 领先全球 可是可以说第六代战机是台湾 台湾就可以做的吗 是这样的吗 是可以这样带换的吗 而且不要害立陶宛 为什么说不要害立陶宛 我们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一个 因为他说要做八寸晶圆 有这么多的八寸晶圆厂 台湾15个 大陆7个 日本2个 北美有4座 其他的欧洲加其他地区 还有加上韩国 一共12座 这么多座 你现在要让立陶宛进入这个市场 我们来看看市场的价格吧 最近砍单砍得很严重 外交部你有跟立陶宛说吗 也就是说他的价格 他的毛利率已经不到29%了 然后他的砍 他不断的砍 他的产能利用率不到50% 你现在还要让立陶宛进去 你真的有帮立陶宛想吗 你这样到底是变成朋友 还是变成仇人 讲到这里 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的邦交国会不会被松动 立陶宛的代表处叫做什么 叫做台湾人代表处 是中华民国代表处 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代表处 或者是台湾代表处吗 都不是 然后你就一直撒钱 一直撒钱 还记得我们的邦交国 就是拿这个理由 说你没有建交 你就给了那么多钱 那我建交国 你要给多少 这个是比较利益的问题 人家都有我为什么没有 你现在要继续撒钱 当然是可以 那我们就看看 谁是骗子 谁是傻子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完回来 好 挺快的 但是不是发给国民 都是发给 如果钱花了有用也就算了 偏偏还没用 这才叫做盘子 对啊 好 蛋糕 哦 好好好 ok ok 好 我看得懂啊 我看得懂 ok 发生了些样人绵笔 啊 好 所以苑老師最近還要回大陸嗎 過一個禮拜吧 我好像聽說你七月中要回去了 對 你這次去哪 還是去燈煌嗎 你上次那個敦煌 敦煌的話好漂亮 敦煌不能夠常去 開玩笑 敦煌對人家邀請 敦煌只有30公里 敦煌一年 你能降雨量只有30公里 開玩笑 你這是去上海 對 去上海 也是去很久的那種嗎 沒有 我就是有一些事情 然後有些朋友 我原來就是我在做研究 原來做研究的時候 因為我原來去年休假的時候要做研究 但是去不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很多事情都耽誤下來 然後一直 拖到現在 對 拖到現在 講不脫 對 所以 因為剛好我們放暑假了 放暑假 這個辦公室都沒人 很自在 對啊 就是 大家都藉這個機會出去走走 那你這一次去多久 我就是 半個月 三個月 一個週末而已 讓我們不說 我們自己的生活 在前面 所以要下節目再問 不是 我其實也是 我不會去太久 我要上節目 我很喜歡上新聞大白話 對 你的粉絲都會來 來我們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個 說句良心話 我們這個 我們看了兩個螢幕 看到底下這個新聞 台灣的新聞不是影視界的 就是政治界的 這兩樣我都不是很喜歡 還有很多三氣新聞 有那個監視器 行車記錄器 跟密錄器 還有路口監視器 那個叫新聞嗎 還有很多人問 楊老師終於回來了 楊老師真的回來了 楊老師回來比較重要 楊老師自己要搞平台 以後見到他的機會太多了 楊老師要開平台 介紹一下吧 廣角智庫 廣角智庫 開了嗎 下禮拜 廣角智庫 不知道這個廣角智庫 什麼時候廣道 可以把我納進去 對不對 對 您是一座大神 我們基本上的話 是學哲學的 也是個虛擬智庫 也是一個論壇平台 對 所以會在YouTube上面的一個頻道嗎 還是說會有一個官網 對 YouTube 那你們會有攝影棚 小小的 小小的攝影棚 沒有這麼大 你會不會用舒服那邊 不會 舅舅用那邊 可能用那邊 可能吧 可以考慮 That's not talk about private lif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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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是在你本來的競選辦公室嗎 還是說你自己 我本來的競選的基地 基地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 我的學生經營的一個東西 對 不過它只是一個協助的團隊 那主要是你 就是一些設施而已 我本來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 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自己去租個辦公室啊 然後自己弄 但是學生說他們可以來 他們來 楊老師自己一個人就是一個智庫 真的 一人智庫 他的那個講話的那個 非常 唐湘龍跟街大使 會一起參與 真的嗎 對 哇 這陣容好堅強 對啊 所以觀點是那個 湘龍哥的嗎 觀點 觀點是趙大哥的 趙大哥的 我以為是翔龍哥 今天禮拜三 還有很多 好大家在聚焦啊 這一回的上和峰會 雖然在線上舉行啊 但是看到了習近平跟普清的同台 那當然大家也聚焦說 這一回習近平在這一次的峰會上面的發言 他定調就是說以合作超越競爭喔 不要再搞這樣子一個好像對壘的方式喔 搞起這個築牆、射壘、斷勾、脫勾斷裂 我們來聽一聽 反對保護主義 單邊制裁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反對搞鑄牆、射壘、脫勾斷裂 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 對所以是怎麼樣的一個蛋糕 上和組織把大家給凝聚起來 現在大家很不喜歡搞這樣子的一種對壘的方式喔 一直在脫勾的方式 其實在企業界也都是怨聲載道 但是偏偏美國跟這個G7 就是他們這樣為首的 一直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脫勾喔 說什麼去風閒話 所以現在習近平又直接定調 就說不要再搞這些了 應該要以合作來超越競爭 那我們看普清也講說 西方正在針對俄羅斯進行混合戰爭喔 那他說他也很感謝習近平 然後盧卡申科跟這個萊西喔 這些元首在叛亂期間 給予的一些支持 那現在講到萊西嘛 現在伊朗也要成為 上和組織的第九個正式成員 下一個渴望就是白俄羅斯也要加入喔 所以上和組織接下來 連非洲都會有一些 排隊要入群的一些國家喔 你看看像伊朗啊 埃及啊 也都在排隊當中喔 所以上和會將會跨出 亞歐大陸身向這個非洲的版圖喔 你看光看這樣的一個地圖 上和會成員其實在全球來說 現在面積非常的廣大啊 所以越來越多人 希望是以合作來取代競爭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連上和會裡頭都有提出來說 大家是不是開始要去美元喔 新德里宣言裡面有提到啦 就很多的成員國 共同發表這個宣言 希望說這個成員國能夠落實擴大 本幣結算份額的一些路線 那甚至萊西也是呼籲說 現在大家就是棄用美元吧 這個美元霸權有助於西方這個霸權喔 所以有必要來放棄它 普欣也講說現在中俄其實 我們本來就是被制裁嘛 所以他是說八成以上的這個貿易 都是使用人民幣跟盧布來結算 連俄羅斯之外 這個印度喔 同樣也是喔 雖然他跟這個拜登才見面 莫迪才見面 啊說什麼美印關係 堅若磐石啊 到了一個新高峰 但是呢 他現在也傳出來 用人民幣來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喔 所以這個朋友歸朋友 交易歸交易啊 這個印度人還是驚得很喔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葉倫 現在準備要訪問中國大陸嘛 6號的時候就要訪問 然後據說呢 他最大一個目的啊 就是希望中國大陸 你不要再拋售這個 美國的國債了喔 所以大陸的經濟選手就提到 這個葉倫訪華的主要目標 就是希望說服中國 欸不要再減持美債啦 應該要再多買一點喔 來幫助美國解決這個通膨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看看這個美債的這個倒掛 殖利率倒掛喔 因為照理來說 應該是這一個兩年期的這個利率喔 應該要低於10年期 可是這個藍色的線是兩年期的殖利率喔 已經過去幾次出現倒掛 但是馬上就反彈了 就是兩年期的利率就掉下去了 照理說10年你持有的時間比較長 應該利率要高一點 可是現在完全是顛倒過來 你看兩年期的利率不斷的攀升喔 所以已經創下了42年的新高 也反映出金融市場 非常擔心美國陷入到困境 那再來看看中國大陸 現在也被人家講說 可能它的隱形的外匯持有的儲備額 是高達了3兆美元喔 高居世界第一喔 根據美國2022年的調查 中國大陸持有6兆美元的海外資產喔 但是中國大陸的管理局公布出3兆的這個美元喔 好像說有極大的差距 由此推測可能有3兆美元的影子外匯儲備 那這些影子外匯儲備的量喔 比起日本的正式儲備還來的更多喔 也難怪現在美國必須要趕快 跟中國大陸希望他們來多買點美債喔 那另外我們看看 歐盟最高的外交官喔 也想要去北京喔 第二度的訪問喔 那其實這個波瑞爾第二次要來訪 現在被北京給拒絕了喔 原本是在7月10號的時候 要進行相關的訪問 那到底取消原因是什麼呢 路透社講說現在歐盟沒有透露出來喔 有可能是因為歐洲現在目前正設法要降低 跟中國大陸這個經濟密切的關係 這個是美國媒體的解讀喔 但未必是真的 那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葉倫的訪華啊 中方也先拋了4億美債 先表態啦 先賣一些 然後看看你這個誠意夠不夠嗎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 現在目前美國財政部的數據顯示 中國大陸持有美債的規模喔 在4月份的時候減少了4億美元 大概現在是目前是8689億美元 但是仍然是美國的第二大債主喔 所以是不是也暗示這個美國 你想清楚再來啊 那這個目前這個子彈也是握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手中 所以也是看看這個你接下來誠意如何嘛 那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 我覺得葉倫呢 他這次四天三夜之行 比上一次布林肯只有兩天一夜 看起來時間變長 但是我覺得成效不會太多 當然最主要是建立一個所謂高層經濟對話管道 跟何立峰 所以夜和會會是一個觀察重點 那至於習近平會不會見他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不會 因為你沒有什麼伴手禮來 伴手禮是什麼 關稅嘛 對 但是這一陣子我們觀察美國沒有任何討論要降關稅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跟任何的這個會議 因為如果要降那是一個重大的 而不是說裡面 大家哪一些公司你來去申請個豁免 不是這個這個從2018年就這麼做 要比如說整個部門或所有的關稅都拿掉 那去年大概美國 這個徵收了600億美元的這個關稅 因為中國書網美國的商品 高達到5千億美元裡面有3千億倍科 平均19.3%的關稅 所以有600億 所以美國人跟美國企業多付600億給美國政府 為了要跟中國買東西 而去年的雙方的貿易額 照美國的數字也來到令時 新高6900億 如果這個關稅一拿掉 你可以想想看 第三季第四季中美的貿易 砰又會高漲 那到拜登要競選 明年競選總統的時候 會被共和黨罵死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是個政治思維 也沒有看到任 最近的就是任何的這種討論動作 沒有降關稅這個伴手禮 那還有什麼伴手禮呢 沒有什麼了嘛 對不對 那至於葉倫一定會說 我們要為世界經濟啊 然後呢 他一定會私底下會跟何立峰講 你是不是還是買一點美債 對不對 幫助我們美國 你手上有一大堆美元 不然你怎麼配置呢 是不是 買美債還是一個做法 但是我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因為連日本 德國 也都不一定能夠買這麼多美債 因為他現在 大概在接下來這四個月 要發將近可能有 可能超過4000億美元的 這樣子的美債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將近有2500億 他希望由外國來這個單位 或國家購買 做不到的 越倫的這一次的這個行動 我覺得其實不會有太大的成效 那因為基本上 科技戰已經又開始提升了 我們下一節會討論 但是這個上和峰會 昨天上和峰會 我覺得三個歷史的重大意義 在講這個重大意義之前 我先譴責一下印度 這是沒有印度 你知道 那本來三月說 要開這個實體會議 還發了邀請 邀請了習近平 邀請了普丁 結果到了5月30號 他自己下個決定 改為線上 為什麼 莫迪要去美國 美國也不希望把這個場子 做成普丁 在戰爭之後的第一次 離開俄羅斯 來去要求大家 跟支持俄羅斯的這個 戰爭的這個場域 那過欄 你看西方媒體 昨天的這個報道 針對上和會 通通在講普丁 但是實際上三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 這個整個上和組織 它已經變成 從中亞到南亞到中東 的一個歐亞大陸連結的 重要的區域 從安全到經濟合作的這個組織 歷史未見 第二個 伊朗加入到上和組織 昨天成為新會員 所以它變成第九個會員國 中、二、一 都在同一個組織裡面 雖然不要誤會它不是軍事聯盟 它不是安全性的這種軍事聯盟 但是呢 這個政治跟安全上的意涵 我想西方人會非常緊張 那第三個呢 也就是這個上和會 接下來會跟九月份 八月份的金專會 八月份會在南非舉辦的金專會 某種程度形成一種就是 全球南方國家 當然尤其這裡面主導的是 中國為主的經濟 以及對外的這個政策 然後呢 一個是在安全政治層面 但是呢 它又特別具有一個區域 地緣的這個功能 因為結合了中亞、東亞 中亞這個中東到南亞 那另外呢 金專就是比較經濟的 所以這三個層面的意涵呢 我覺得昨天雖然很可惜的是 線上會議 但是呢 你看看習近平的講話 他的的確確 也開啟了一個新的一頁 好 來溫月老師 對 我這個針對這個上和會的話呢 我覺得 我 首先的話呢 這一次上和會 變成這個線上開會 我覺得蠻驚訝的 好像疫情又要回來了 搞了個半天 是印度要求 而且主要 我覺得上和會的發展到現在 印度變成爆破隊了 變成爆破隊隊長 他的立場的話呢 今天我仔細看了一下內容 莫迪講話的話 對中國對巴基斯坦 他並不友善 實際上的話呢 這也是合乎他一貫的立場 因為的話呢 這個上和會本身呢 這個合作會議 可以說增加了很大的想像空間 有兩點非常重要 第一個 伊朗的正式加入 大家知道伊朗被孤立已經非常非常久遠了 現在能夠回到一個這樣子 還是滿具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裡頭 也說明他自己非常全心的服務 因為伊朗本身是反美最利的 最有力量的 現在的話呢 其實呢 他的加入會使得上和會的定義非常清楚 然後第二點非常重要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地圖當中 因為一帶一路當中最大的困難 剛好就是上和會目前 以及在準備加入這些國家 他們所產生的位置 這個也足以說明了大陸目前為止 是真的要像 如果美國再進一步的打壓的話呢 那麼沒有美國的這個經濟合作組織 應該大概就是這個格局了 所以說大家可以了解到 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是有關於這個 葉倫的話呢 到中國就是說是這個 6號到9號 四天三夜的訪問 那我覺得呢 它裡面呢 有幾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它的確可能是會 比布林肯那件事情來得重要 為什麼呢 時間長是一個關鍵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大陸跟美國之間呢 號稱為世界最強的兩國 主要講的是經濟 講的是金融 並不是講的其他的方面 所以說在這個問題上 葉倫的話呢 長期來要求 他自己要去講了好多次 另外的話呢 我覺得葉倫的話呢 討論的議題啊 表面上明面上來講 這兩件事了 一個就是關稅是不是要取消 因為他有權這麼做嘛 財政總長的 另外一個話呢 就是美國現在的問題非常嚴重 就是有關於這個上合會裡面 強調去美元化的問題 因為合理的計算一下 大陸本身在四個月 就要印出來八億美元的這個鈔票 這八億美元當中的話呢 就是有30% 就是2500億是需要別人認購 他自己的這個 美國自己內部這個認購的話呢 大概是六七十沒有問題 但是這2500億的話呢 目前為止有這種能力 因為大家要了解 購買美債你要有美金啊 有美金是很難得的 現在是美元荒啊 那麼世界上這個 只有出口的國家 他出了口賺了美元 然後又不需要用美元 買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那這樣的話 也排除了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他們本身來講 自己國內不生產 他賣了油要換的生 換了要用油來換他的工業產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真正有能力購買美國美債的 大概就是中國日本跟德國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算一下 那就是說大陸前不久的話 兩個月前吧 網開一面要購買205億的美債 那現在最多來講 日本大概也就這個數字 那離2500億差得很遠 所以葉倫本身來講 非常緊張啊 那麼他要談這個問題 那要不要拿取消關稅 作為一個交換的條件 這是最基本的立場 所以說的話 我也不太看好葉倫能夠達到這一些 好 建長 上和組織從2001年成立 到現在已經要12年了 從來沒有這麼吸引人過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是 伊朗 事實上來講 東南亞也有很多國家想要加入 也就是緬甸 柬埔寨也想要加入 還有來自於南亞的尼泊爾也想加入 還有中亞的亞美尼亞跟亞塞拜然也想加入 大家都想加入 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 其實這一個上和組織當初成立的原因 其實它是聚焦在中亞的一個區域合作 以及安全以及經濟的問題而已 它沒有想像有這麼多的內容 可是現在大家為什麼要加入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崛起 因為中國崛起 論語有一句話 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遠方的人不服 然後就用人證來招攬之 我們來看現在的中國是不是這樣 從來講的就是經濟合作 從來講的就是大家能夠攜手向前進 但是我們來看美國是什麼 遠人不服 則派機艦威脅之 那也就是你不服我就派飛機派艦艇來 然後叫做什麼 航行自由 是這樣子的嗎 當然不是 那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原因 當然是因為中國崛起 第二個原因 也就是說 有關於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中東的國家 其實對美國非常的不滿 無論是你對於油價的操控 無論是你對於這些國家內政的干涉 你是怎麼做的 而且我們現在從俄乌戰爭 還有中國跟美國的這些貿易戰 我們已經看到了再使用美元 就是把自己推到那個無間道裡面去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鐘馬回來 謝謝 謝謝 怎麼會呢 是Hunter Biden搞的吧 就這麼簡單呢 就這樣子 一點都不懸疑 就這麼簡單 總統的兒子可以隨便進白宮的 那當然他家 他家 天哪 他老爸家嘛 我觉得美国的吸毒问题好像挺严重的 总统加联光 跟中国讨论 基本上他们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毒品的问题 那不是 antifemma 那不是吸毒了 也算是药物上瘾 也算drugs 也算drugs 好像挺严重的 那把这个东西都怪在墨西哥 怪在中国身上 那你这医生都可以合法开的这些 让很多人就开始 我们1840年还有鸭片战争的 怪在鞋头上的 这个 你要吸我要卖 愿打愿挨 这个什么话讲 好 刚刚还来不及转达大家跟 舰长的打招呼 好多舰长粉丝 大家好 还有人说小舰长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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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舰长都讲大话 我们现在还可以在 在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推销那个 期经了吗 直播带货 没有没有 上一次我在那边 上次我在舰长旁边喝了一个鸡精以后 热闹了三天 都不用睡觉的 真的吗 没有了 大概 不过确实挺管用的 那鸡精很好喝 现在没了 现在 目前档期结束 瑜伽也没了 瑜伽 气功 气功 气功也没了 没有了 还有上次 还有吃一个什么干 非常好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中美之间的互相制裁越来越白热化 就像是李光耀所形容的 两头大象已经在打架了 不是真的战争 而是科技的战争 或者是制裁上面的战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美国要回击 就说要限制中国大陆的企业使用美国的云端 所以大陆的专家就讲说 美国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了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提到了 拜登政府现在正准备限制中国企业 使用美国的云计算服务 从而防止中企绕开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先进制程AI晶片的出口禁令 所以截至2022年 像阿里巴巴 腾讯 华为 中国电信 还有亚马逊 都是中国云端服务排名前五的公司 可能会受到预料中 大概会受到蛮严重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讯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项利刚 他讲到说美国在打压中国的高科技 现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了 实在是已经杀红眼了 我们来还原一下近期以来的相互制裁时间轴 时间推到了7月1号 中方对于美国 当然不是主要是针对美国 但是看起来影响比较大是美国 祭出了对外关系法还有反间谍法 7月2号隔夜的一天 美国就对于中方 就是祭出三级旅游警示 说在中国大陆旅行或居住的美国公民 可能会遭到拘留 就是针对这个反间谍法 就说没有办法获得美国的领事服务 所以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旅游警示 7月3号的时候中方又反击 就宣布了加根者的出口经历 这些稀土 他就说我们也没有针对任何的国家 但是美国高科技产业比较密集 所以当然影响也是首当其冲 7月4号马上我们看到 美国就反制裁 就说要限制AI的云端服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双方你来我往 这个剧情非常的紧凑 就是从7月初开始 没有一天落下来的 那现在恐怕还没有罢休 我一直要到这个接下来叶伦来 好不好都还会有新的制裁 在端上台面 那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目前科技战 最怕这个中国拿什么报复 美国队长呢 大家点名西方的金属产业人士说 最担心中国大陆接下来 可能会重新对这个稀土出口 实施管制 重演12年前与日本爆发冲突的 这样的戏码 因为如果中国大陆大幅削减稀土的出口的话 其实都会对于整体的科技产业 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大陆在2010年的时候 削减了40%的出口配额 限制这个稀土的出口 所以当时使得这个中国大陆 美国欧洲欧盟 日本这些贸易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的紧张 路透社提到了 这收紧稀土的出口配额 可能会让这个中美关系 就是就此变得可能会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其实美国非常多的这个军工产业 也都会需要用到这些稀土 那如果你的稀土开始管制的话 等于就是掐住了美国军工产业的脖子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网友 讲说这好戏还在后头 加根者只是中国大陆储备量大 出口多 还不算是最关键的稀土 我换句话说还有杀手剪在后头 就是我还没有拿最厉害的武器来对付你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他自己本身现在又闹出了一个事情 竟然发生在白宫 有找到不明的白粉 然后鉴定出来这个结果竟然是骨科剪 那想说白宫里面是谁在用这个骨科剪 那美联社就说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说特勤人员是在7月3号的晚间 在白宫的西乡 发现了这个白色的粉末 然后紧急出散 鉴定之后发现是这个骨科剪 那西乡是属于拜登行政官邸 包含土云办公室内阁办公室 还有这些幕僚办公室工作区 发现白粉的时候 拜登不在白宫之内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去大卫营度假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谜团越来越深 消防局的人员讲说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但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消息人士告诉美日邮报说 是在西乡发现的 那所以我们看看西乡它其实是 主要就是官员跟拜登的家人才能够进去 图书馆其实距离是有一段路的 那图书馆是可以对外开放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能都就是 里面的人比较混杂一点 那如果说是在西乡发现的话 人家讲说这个看起来 杭特拜登有嫌疑吗 因为他周五的时候还有出现在白宫 之后才跟拜登一起去度假的 所以这样美国的这种小道消息 原本只是小道消息可能比较小报在讲 结果现在没想到连这个大的这种 美日邮报或者是什么华盛顿邮报 都开始在报道这个消息 所以这事情开始越滚越大了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杨老师怎么看这个现在目前 中美之间互相制裁 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再次的升级 而且是直接的全面性的对抗 中国大陆也开始采取反制的措施 但他这个反制的措施 尤其是针对加根者这两个 比较稀有的这个矿产的这种出口的管制 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反制的措施 他也是一个对这个战略物资的一种 就是政策的调整 那要先说明加根者不是稀土 加根者其实是在一个比较稀有的这个矿产 他是在开发别的矿产当中 大概只有占不到1%的比例 需要花非常大的这个成本 然后呢要去电解 要去把它给这个找出来 那加大概全世界的储藏量有23万吨 这已经算了出来他有全世界的多少 那但是80%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 然后因此呢出口开采 整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是以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的开采跟出口 那他提供的主要的其实我们在讲 就是要做类比这个半导体 类比半导体 尤其像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那样穩帽 那他已经是全球主要类比半导体的生产者 类比半导体不是数位 他是比如说我们讲话灯光 这些都是类比型的嘛 对不对 但是他接收之后 能够接收这种类比的讯号之后 他把它转化放大 然后再变成数位的这个讯号 由数位半导体来去做处理 但这个东西在每一个手机 其实都有几十个上百个 越高端的手机 他就需要的这样一个 就是这个晶片越多 那他这里面 夹这里面就涵盖 比如说生化夹 这就最主要制造 这个类比半导体的这些材料 因此这个就会掌控到 什么东西呢 所有像是这个微波 或者是你只要跟类比有关的 雷达 卫星 微波 这些都是类比讯号 对不对 然后呢 者呢 者大概是在美国 在俄罗斯 在中国大陆都有生产 但是主要 美国1984年就知道 者这个是战略物资 他就不开采了 他就去买 他就去买中国大陆生产 那中国大陆生产 做了很大的成本 买来作为美国 日本的主要的原料 用在哪里呢 太阳能 或者电池 纤维光纤 或者是红外光学 所以这些东西 那你都讲全球化 张忠募讲全球化 以此 美国人不让中国 用美国的技术 那现在你一直过去 都用中国所出产的 这个加跟者 做你半导体的原料 对不对 跟这个零件 那你现在 他现在到 抓到你的 卡到你的脖子了 美国应该怎么办呢 美国说 如果他自己 要能够做这个加的话 那产量也很少 但是你至少 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者就更大有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相互的对峙 相互的反制 中国大陆终于出手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出手的过程当中 现在会不会双方 能够有所克制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不会 因为你看他又针对 这个云服务的东西 做这个限制 美国现在已经走到了 就是说针对中国 不只是什么先进 关键 那个过去那些用语 已经根本不重要 他现在就是要 整个把你的科技 要打压 打趴 好 叶老师 对 因为这边讲到 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我最近被很多人问到 就是中美关系 是不是陷入了过去的冷战 冷是真的没有错 是非常冷 但是有没有战的话 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定义 什么叫战争 原来 因为这一场冷战 跟原来美苏之间 有一点性质上不一样 美苏之间是大家明目张胆的 表示自己本身是一种 对立的状态 从二十大战还没有结束 就开始有一点 这种对立的氛围 然后一直延长到了 大概三四十年 这个很长的时间 那现在的话 美国对中国来讲 我觉得严格来讲 都是美国出一招 然后中国最近 最近才开始 想到了反制的现象 你这边在介绍当中的话 里面强调 就是大陆的反间谍法 好像是开始的 实际上的话 也是从美国开始 因为美国抓了不少 大陆的这些什么 教授研究人员 但是这里头的反制当中 一直到了 昨天的消息出来 是最厉害的 昨天消息出来的话 加根者 对了 刚刚杨老师讲的非常对了 这个不是稀土 这个就是稀有矿产的 它有一种专门的名词 但是加的话 目前整个出口量98% 应该说是全部都是大陆的 所以说它会很有效 折业情况也是一样 因为美国的话 基于自己的利益 它不开发 短期内的话 要开发出来的话 重新再处理这种 就是第三代的晶片 这个讲起来 一时之间的话 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吃亏的是 所有这些制造 晶片的这些公司 或者说应用的公司 尤其是涉及到 这个类比的科技 各方面 像强调这个雷达的部分 或红外线的部分 这个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大陆走这一条路线的话 也是告诉美国 大陆是有反制的办法的 那么这里头的话 最重要的部分的话 是大家会知道 就是说如果真的搞下去的话 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对抗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我们 我们在台湾有什么影响 我们有三方面的影响 大家要注意到 第一点的话 我们就是属于的高科技岛 我们在的话是首当其冲 然后第二点的话 全球化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必要的 要不然我们吃什么 回去吃庞兰米再来米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的话 也是目前为止 大家要仔细看看 我们有多少台湾人 是在大陆这边求生活 求学 求自己各方面的发展的 对不对 那如果美国跟中国之间 打起来的话 我们之间做的路线的选择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我必须强调 台湾本身的筹码并不多 我们在这边所面对的情况 也不多 但是大陆这次反制 我个人觉得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呢 长期来讲呢 一定要给美国一点颜色看看 知道的话呢 这个不是单方面的 尤其是通知世界各地 不针对哪一国的情况 加根者的出口 受到限制的时候 刚好就是叶伦要访问的 前一两天了 那这件事情 本身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我们中国话叫下马威 就是你来的时候呢 表示你如果要 要来我们这边做客 那就是以礼相待 如果你要来找麻烦的话 我们这边有的是猎枪对付你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就是软硬兼施 就是说是你要谈任何事情 至于说那个白宫里面 闹出骨科捡来的事情的话 我刚刚聊了一下 杨老师讲说 这个杭特拜登 应该是跑不掉关系的 因为他是前科累累 这个拜登也其实蛮倒霉的 要竞选连任之前的 这个儿子出现的状况非常多 在白宫内吸毒这不得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完全不能想象 所以我一开始还怀疑这是真 不过经过他稍微厘清一下 我觉得蛮可能是真的了 好 剑长 大陆开始管制加根者的出口 也就是局面已经来到了良好三坏了 什么叫做良好三坏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好消息 中国不出口 还有人出口 这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呢 第二大出口国是哪一国 是俄罗斯啊 对不对 那第三个好消息 怎么样 中国跟俄罗斯都不出口了 第三大出口国是哪一 是乌克兰 怎么样 支援乌克兰 好 但是呢 坏消息是什么 乌克兰的 这个矿产的位置在哪里 在扎波罗热跟顿巴斯 还是在俄罗斯的手上 那最后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就是刚刚那个前商务部长讲的 这只是开始而已 好 小店长当然是有准备的 准备什么 我们看上面这个是家 家 中国去年产了310吨 相对于俄罗斯4吨 乌克兰4吨 其他国家都是小于3吨 也就是中国根本就是压倒性的 所以他不出口 你其他国家除非你有库存 不然的话就谢谢再联络 那下面这个是者 这个者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 其实小店长找到的数据 是中国法国跟德国 他们占了全球的88% 在这个88%里面呢 中国占了67% 剩下的21%是法国跟德国 法国跟德国自己不要用吗 他们也是高科技的出产国家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后面就是又是一个坏消息 怎么样 又是俄罗斯 所以我们讲 当中美的禁竹 进入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算 盘点自己有什么筹码 然后释出什么筹码 请不吝点赞订阅 今儿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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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来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钱子好大好 太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看还有多卡住 立法委员高嘉瑜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你看我念陈辉文就非常的顺 然后陈辉文一直摇头一直摇头 因为我们来看看最近那个总统大选的民调 可以说是一场混战 距离2024的总统大选投票 其实还有半年多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新的民调出炉 今天有一家民调是风菜民调 这是一个新的媒体 他的2024总统民调萨喀都里头 我们来看看赖清德是26.6的支持度 第一名 柯文哲24.2在第二 侯友宜18.3 那前一天大家也看到了正传媒的民调 其实有点接近他的pattern 赖清德 柯文哲 两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不分宣制了 都是29.9左右 侯友宜还是第三名16% 我们必须指出来 赖清德 柯文哲两个人的民调已经拉近了 从昨天跟今天这两个民调来看 已经拉到很近了 侯友宜还是一样没有过20%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TPBS民调在6月中的这一次民调 侯友宜还是第三 不过柯文哲是第一 所以这显示什么呢 这显示什么呢 柯文哲有可能要跟赖清德一绝高下 一绝生死了吗 那侯友宜都是第三 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来说 当然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只不过我们必须说 民调当然大家参考 参考 可是最近太多太多 关于四卡都的民调出现 包括您看到的今天的风采民调 以及6月30号的美丽岛电子报 民调都做了四卡都 而这个四卡都里头除了赖清德以外的三家的非绿的联盟吧 或非绿的这些成员里头 在风采民调今天显现出来的是郭台铭独强 而6月30号美丽岛民调显示出来的是柯文哲独大 所以四卡都的支持率 我们看到交叉分析 由这个风采民调出来的显示是 郭台铭可以拉到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就是柯文哲跟郭台铭看起来支持者是有重复的 有重复这样子的现象 原本支持柯的民众有 大概有24.4%转投郭 前提是郭友出来 风采民调他的委托是由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张宗佑来做的这个民调 张宗佑他是这个台大的民调专家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 而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 侯友宜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在野的第一大党 这个国民党 你说他的支持度只有20%吗 没有人相信啊 或是只有18%吗 没有人相信啊 我们就调出前两次总统大选的民调 还有得票率来看 包括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封关民调 那个时候朱立伦声势很低 只有25%的支持度 可是票开出来有31% 如果加上泛兰的宋楚瑜 宋楚瑜得票率是12.83% 两个人加起来有43%呀 可见泛兰的盘应该再怎么样都有40%吧 包括2020年总统大选 这个包括这个韩加宋楚瑜也有42%嘛 我们就大概保守一点点估算应该有四成 可是这四成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没有回到侯友宜的身上呢 我们来看看沈富雄沈大佬 过去他曾经形容这个侯友宜是蒙虎出闸 如果一旦他获得征召 可是最近他看起来有一点点生气 有一点点失望 昨天他说了这一番话 我们来听听看 你在救他 昨天如果没有那一场的话 大家就一听到晚讲 移植会动 所以移植会动 真的讲起来是很难听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 要耍这种这么低低很low的手段 说起来 实际上说我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我不忍你知道 我问这么可怜 要麻麻麻麻的出嘴 你看沈大佬 这个也不忍心苛责 也不忍心骂 可是的的确确 跟他一样着急的人 还有千千万万的蓝营支持者 包括蓝营里头的大佬 我们讲的谢龙介 谢龙介 他说你们不要再讲幻猴了 不要再说723有幻猴事件了 党已经有提名人了 他讲的重话 其实心里也在低血 那包括我们看到了蒋根皇坐镇 国民党的中常会 他说换猴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 朱立伦也特别重申 不可能换猴了 你外界不要再讨论了 而另外国民党最后会咬紧牙关 选到底吗 讲的是侯友宜打死不退 为什么 理由之一是过去有换住的潜力 元气大伤 所以朱立伦不太可能重蹈覆彻 这是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一个论述 来请教辉文兄 辉文兄你怎么看 包括很多人都在给侯友宜出意见 那民调到目前为止没有起色 您怎么看 这个侯友宜被征召之后的 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活动 主持人是钱宜君 我相信你的观察应该是最深刻的 然后现在钱宜君要准备去帮柯文哲主持活动了 他都自己都跳船了 我没有跳船 主持人是公道的 赖清德如果有要活动 邀请我我一定也去 我觉得下一个邀请你的应该是郭台铭 赖清德打死也不会找你 刚刚去比较 因为先是我们从1996年选到现在 最接近沙喀都的应该是2000年的那个连宋跟阿扁 所以你去比较一对一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那现在侯友宜的这个味道 有点像2000年的连战 就是在宋楚瑜跟阿扁 这个两强之后连战就变成这个第三名 所以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 最后会不会这样走不晓得 那坚持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根本来历不明的民调 我是不讨论 他一半是用电话 一半是用网路 这种混合的算法 这个我还真的没看过 看了民调二十几年没看过这种犯法 那这样的数字我要怎么去评论 但是我相信这个 我唯一奉为规念的是TVBS的民调 希望TTA1月3月5月6月 能够在7月国民党全代会之前 能够再做一次民调 那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因为金小刀今天出来解释那些时候 他也有提到民调 他本来就很自豪 他是民调的这个专家 那他也特别强调说 他才三天 他不可能立刻就让和委的民调 能够有所成长 而且金小刀也说 历届的大选 6月7月的民调是最乱的 那他也跟你讲说 决散三个月 换句话说 在金小刀的操盘之下 看来这个所谓的换猴 这个我相信金小刀他是不会 不会让这个情况发生的 但是观众朋友 我必须要讲 看到侯友宜的这个态度 我个人是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说 他从被征召之后 一个多月之内就变成 现在这个模样 我不是看他的民调 因为民调会起起伏伏 这一点我是同意金老师的讲法 民调会上上下下 可是侯友宜展现的态度是什么 就牵制我的阶段 他像有点说 就像你刚刚牵制特别提到说 因为有换柱的经验 你不能换我 你换我的话就变成换柱的悲剧 很多人都已经被这个东西吓到 因为2016的换柱 整个国民党就崩盘了 侯友宜给我的感觉 你现在如果讲换我就变成 换猴就变换柱 连柱绝都深渊我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能讲换猴 讲换猴会变成罪人 可是我要回应刚刚前子讲的 如果我们综合起来 虽然有些民调 前子知道我很挑剔 我是不谈的 可是其他台不是这样子 其他台是管你3721 只要是民调侯友宜第三的 绿媒就是大做特做 但是如果侯友宜一再的累积 他是第三 而且甚至连20%都没有的时候 我想请问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不换吗 都已经每次做出来 都是不到20% 甚至戏卡都 他都做到第四名的时候 你还不换吗 那你要什么时候换 1月14号再换吗 等投完票再换吗 所以如果侯友宜用这个态度 你们不能换我 换我我就怎么样 那种态度 你看那天我不晓得前子 有没有看赵仙 你要不要跟韩国瑜 跟韩粉道歉 他从头到尾他是不道歉 这让我看得很奇怪 就说赵仙已经刻意 就像我们讲说 我搭一个楼梯让你走下来了 你还不愿意走下来 你还在那边 我就是不道歉 你怎么样什么的 我看得太反感了 我的反应比沈大老还那个 我真的实在是 各位朋友 你如果每天都看前子的节目 我一个月前 我是非常积极的 帮侯友宜辩护 但是他拒绝跟韩国瑜 道歉之后免谈 什么都不用谈了 我不会再帮你辩护了 我希望国民党 赶快把侯友宜换下来 不换 他就是第三第四第四第四 选不赢了 所以辉文你认为 应该要换侯友宜 那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 或者是民调 越快越好 如果要换 前子他那是什么态度呢 你待会 你不用再点头了 他连金小刀 帮他准备的资料 我对你的言论非常认同 所以一直点头 我跟你讲 我不会谈内湖南港 因为不重要 他连人家帮他准备的资料 他都背不起来 今天那个记者 会告诉你的证据是什么 就是我们幕僚 有帮他准备的关键的那一句 结果他没有讲 没有讲之后 美国就不高兴 美国不高兴 他立刻就得去救火 他连资料都背不起来 这怎么选 而且有一个很难笑的笑话 我待会第二段再讲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很无聊的笑话 因为我有传给高嘉瑜 他知道 很烂的笑话 他都笑了 你跟高嘉瑜传有传LINE 没传好我 我跟你没什么干联 我已经把你封锁了 你已经把我封锁了 好 来 康仁俊 我觉得国有余现在民调的状况 确实比较担忧 因为现在开始媒体都会在做细卡都了 就是说如果把郭台铭的变相拉进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于侯友来讲 他真的必须要去思考 或者对国民党来说 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看杀卡都或斯卡都的民调 基本上在最近这几天里面 有没有郭台铭 其实侯友宜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都不好 但是我觉得说到底国民党要不要怎么去 好好的去面对郭台铭的现象 要不要被自走在这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现在侯友宜要去面对的 其实不是那些不相信他或不喜欢他的 因为那些人可能心已经定了 他真正要去看待的是那一些还愿意支持他的人 而不要让那些人再往外扩离出去 所以当一个所谓的15%防线的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已经不是什么有没有面子的这件事情 而是这15%人现在这个阶段还愿意留在国民党 还愿意守在这 那后面呢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其实从他之前一开始 民调开始往下挫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正视到的是 这一些愿意支持他的人 到底是为了什么愿意支持他 你这一块一块切出去之后 你要再回来 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难度 但我就想说侯友宜其实是一个很传统型的 国民党的从政的人士 即使他很晚才加入国民党 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思维逻辑 跟他讲话表达的方式 就是很传统型的那一种 大家帮你把路铺好 什么东西水到渠成就出来挥挥手 大家要团结 大家要胜选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讲那几话 他每次说话都会这样说 就是大家团结 我们就迎向胜利 我们就会拿回中华民国 可是现在的这种选举的脉动 已经不是这样了 就是当你还守着那个很传统的那一块的时候 对于国民党的资责来说 很多人在求心求变 很多人更希望知道的是 我如果要支持你 你有没有可以让我支持的东西 或者你有没有可以让我相信有赢的机会 这块你如果做不出来 我就讲真的 如果就民调上面来看 侯友宇现在最大的问题 党内来自于郭台铭 可是两个在不同的民调 你会发现两个几乎都五五波 也没有谁特别大 谁都没有权利把对方要弃保掉 因为盘不够大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说侯友宇你真正还是要回来面对的是党内的问题 从来不要觉得说 什么金普冲谁谁都办 我都讲如果金普冲这么厉害 国民党就征召金普冲就好了 干嘛要什么靠金普冲把谁给拉上来 所以当国民党现在上下 如果你的一心都已经觉得说 你没有换猴的空间 你没有怎样 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应该好好的重新回来去思考的是 国民党党员要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这块守不住 你怎么去讲往外扩 国民党很快的就去提那个什么蓝白河 到现在为止蓝白河谁在搞 郭台铭在弄 郭台铭说我也可以跟谁见面 我也可以跟谁并购 我可以去跟国民党见面 那到最后呢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面来看 就是说侯友宜其实有几次在调整他的步调 比如说他被征召的时候 在那之前很多人讲说 你看他没有被征召 他失出无名 被征召之后 他步调也没有起来之后 他们说要等竞选工作室成立 6月1号竞选工作室成立 又落了一个月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还没有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到竞选办公室 7月1号竞选办公室也成立了 发言人也早了 然后什么时候都早 那你有没有给人家一个步调 就是觉得说 对你已经开始准备好走选战了 我认为这个是你没有展现出来的一个状况 就民调的这个起伏 对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没有什么好开心的 所有的波动赖清德都不动 对 那会不会是他的天花板 我觉得民进党该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这是他的天花板 你觉得三十几%的资度 有可能会胜选吗 所以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把非绿的那一块 如果把所有的全部盘式加起来的时候 他确实大于绿 这是绿现在在担忧 我知道绿营其实内部对于赖清德 很多的言行跟他很多表达 事实上也都不断的希望做调整 因为他突破不了这一块 一般来讲如果做到蓝绿对决 因为以前可以操作蓝绿对决 最想就是操作蓝绿对决 蓝如果不行的话 大家来投蓝 因为以前只能二折一 可是当大家现在有不同选择的时候 操作蓝绿对决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非绿的那一块 把它盘式拉起来的时候 现在大家只会问一个问题 在郭台铭或者是侯友宜 甚至是柯文整当中 谁让这一些非绿阵营 在最后投票的时候 他认为你可以代表我这个阵营 这个态势如果没有出来 你一天到晚死守着那一块 说我要团结 你团结喊了这么久 连国民党 国民党如果按照正传媒 昨天的民调来说 国民党制度它有20% 侯友宜你纯十年而已 你连国民党的制度 可是你在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你的满意度跟你的制度 其实大过国民党非常非常多 那为什么你的身份 只多了一个总统参与选人 却让你整个的角色 大转换成这个样子 你赞成刚刚陈慧文讲的换猴吗 你赞成吗 我认为国民党其实没有换的空间 就是我刚刚讲 因为你的两个民调都是五五波 你今天换另外一个 我相信挺猴的人一定会跳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问杨子斗 我今天广播节目问杨子斗 杨子斗就直接讲说 如果国民党换掉猴鱼 那他们就会有考虑要退党 那国民党能不能玩得起 就是说好我要退或者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 甚至我听到言论讲说 那国民党就清党好了 仁俊兄 我请教一下 国民党有谁挺猴 台面上吗 杨智侯庭 朱立伦 金浦聪 这个叫挺猴的 他们认为 所以我可以接受 刚慧文哥的那个质疑 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好 有韩粉有马粉 郭粉在哪里 我们认为挺是发自内心的挺 那种热烈的程度 那一天回到国民党的 那个黄复兴党部 我都讲韩国瑜相回家 他在那个样子 就是跟家人相处 那个很OK 你觉得没有郭粉吗 他怎么做 他四咖嘟里头都有十几% 我老实讲有啊 有郭粉啊 有郭粉 有郭粉 当然有郭粉啊 那我请问 请告诉我猴粉在哪里 你问的是猴粉 我问的是猴粉嘛 猴粉在哪里嘛 就你永远只能拿国民党的大帽子出来讲说 因为国民党提名了这个人 所以你就要去支持他 那就会让人家有个空间 是那我如果国民党换别的人 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支持 坚持很抱歉 我插一句话 我刚刚讲的很生气的时候 高嘉瑜在旁边一直点头 这一点我这个很生气 所以刚刚对他不太礼貌 这一点我跟他道歉 你要跟他道歉 就是因为刚刚这个言语暴力 我跟高嘉瑜阿姨道歉 你这个又另外一个暴力 又另外一个暴力 没有那个是李燕秀教我的啊 好啦我们在这个回归正传 今天早上金普聪的这一场记者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其实下午的时候 他其实有提到民调这一块 金普聪说过去他长期在做民调 他是民调专家 可是他知道现在的民调 是有人在操控的 他说有一个民调机构的负责人 跟他说啊 有人想要开价90万 只要按照他提供的题目 阿娃给你90万 我给你高咋班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题目 我只愿意出50万 后来那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 是拒绝了 可是这个证据就是 有人的的确确在操控民调 这是早上金普聪在其社会里头讲的 来请教家瑜 金普聪现在讲这个说实话 无助于侯友宜的选情 因为民调每一家出来 侯友宜都是最后一名 不管是14% 15% 撒咖都 四咖都都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15% 16% 就是侯友宜的极限 就是侯友宜的地板 但是这些人也不会跑了 就是深蓝铁到不能再铁的那些挺猴的人就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不管说你说郭台铭啊 柯文哲会不会出来呢 重点是侯友宜的选票也不会增加 他的民调也不会增加 这些人也再怎么样都不会去投给侯友宜 这是最大的问题 而侯友宜的支持者还在不断的流失 包括陈辉文刚刚所讲的 哦他之前都是一直挺侯友宜的 但是看到侯友宜对于韩国瑜的态度 看到他到现在还不肯认错 甚至连九二共识都说的半斤八两哩哩烂啦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连陈辉文都挺不下去侯友宜 那还有谁能够挺得下去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选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凝聚支持者 没有办法扩大他的这个支持群 只是不断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支持的人的话 那这个选举到底要怎么打下去 更况当初朱立伦说要推一个最强最耐打的人 甚至是一个非绿大联盟可以整合的人 无论左看右看前面看后面看 侯友宜都不是这样的人啊 一提名到现在都是在打脸朱立伦 当初所谓的这个提名人选的办法 那你叫全代会如何买单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 全代会这么多人在酝酿要换猴的原因就在于说 侯友宜你就是经不住当初所谓的提名的原则跟策略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说清楚的是朱立伦 你到底为什么要提名侯友宜 你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如果侯友宜现在的民调是这样 也不是你当初所说这样子的提名人选 为什么你还坚持要在全代会上让他过关 这个才是你朱立伦要面对的 各方大家也会质疑说 那难道侯友宜在你朱立伦身边八年 你都看不清楚侯友宜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料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朱立伦当然也是最大要负责人 好我们赶快进一下广告 今天事情是你没来啊 你昨天有讲吗 在节目上有讲要换过吗 他在赵先生节目是礼拜一啊 对 邵康是礼拜一 你是看到他在赵先生的节目上的表现 以及昨天沈富雄 沈富雄的我没有看 你是赵先生的那个节目的表现 你认为就应该换掉了 那那是什么态度 那就不要选啊 也选个叉叉 很像我们都欠他一样 你这么好了 先借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跟他做的封好封锁 你干嘛封锁我 没有啦 我没有封锁你 你很烦欸 你为什么这样 我也常被他封锁 所以不用介意 被封锁你会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不读讯息 就是 就是封锁了 对 就是被封锁了 他有时候就会这样 不用太在意 叫 车 输 我们情绪不稳定 没办法 可是我今天看金普聪 对啊 那个记者会我全程都有听 你觉得 漏讲一句话 然后你觉得 可是现在看起来金普聪 并没有怪他 或是有任何想要 挣钱换这样的可能 因为金普聪更不喜欢其他人 他也只能支持侯友宜 不然现在没有别人了 他也不敢支持郭台 所以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请侯友宜 上市张淑娟 你跟他很熟哦淑娟 我没有啊 没有啊 请猜公公而已啊 对啊 谢谢 换猴不可能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吃猴不可能 我觉得换猴不太可能 那就输吧 那就一直输啊 第三第四第三第四 那慧文问你 换猴你觉得要换谁 很多人可以换啊 譬如说 国民党这么多人 你设非标哪一个都比他好啊 换谢龙剑好了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行 好谢谢 谢龙剑不错啊 韩国瑜也挺 然后对不对 一身监督赖清德 然后又这个 你待会节目讲一下 两个兄弟 高哲瑜把你哭小了 我来赖他 他今天有来台北啊 他今天有来台北 对啊 你这样子 龙介先生真的会很伤心 我刚刚都在称赞他 他结果你说我再给他考谁 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是说换一个都比我原来讲 我随便讲一个人 谢龙剑 你要说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然呢 陈慧文真的很难那个 等下陈慧文又要放音 放 对 捡好了 录音档 捡好了 现在学会的这个技能 真的 真的 来来来 播给亲子听 我准备 你现在就要破梗了 教科修 他是二还是三啊 164还是164三 没有耶 他没有这一题啊 你可以自己讲啦 反正你都自己讲 不敢 这真的没这一题 你就说你等下讲了 你还不讲 在观众在等你 他真的没有这一题啊 那162讲还是163讲比较好 一分钟 周一给答案来不来得及 周一给答案 如果周一才跟他说答案 来不来得及 三十秒 好 今天下午1点半的时候 侯友宜办公室开了一场记者会 侯友宜这个主角本人没有道 而是由金普聪出面带达 他回应的是外界对于侯友宜 主张兵役回归四个月这样的事情 他来做进一番解释 那当然就是前一天 7月3号 当侯友宜接受赵少康赵大哥的 访问的时候 他讲出这样的话 如果当选总统一定会确保 让两岸稳定和平 然后恢复四个月的兵役 一起 那被绿营或者是白的阵营 解读说你一下子要一年 一下子要四个月 认为他反复无常 所以金普聪出面说明 亲自出来讲说 侯友宜没有改口 他并没有改口 而是有出入 他的有前提的 四个月恢复议期是有前提的 要两岸和平 我才改成恢复四个月的兵役 兵役议期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也凸显了 也凸显的说 你在受访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你的问题 说得更清楚 说得更明白 以及包括 是不是美国来的压力呢 那是不是因为 你在受访的时候 并没有讲清楚 所以美国人有怀疑呢 我们来看看 包括葛赖仪 包括孟买春秋 都在叮猴友宜 这个葛赖仪特别 还在他的推特上面 发表了一篇贴文 他说 猴友宜你的回答 会把美国 跟台湾之间 产生更多的分歧 并且向中国 发出错误的讯号 猴的转向 他定调是转向 格莱伊定调是转向 那当然猴伴不觉得 目的是为了赢得选票 可是这一句话 其实有很多逻辑上的谬误 谁不是要赢得选票 你拜登去选举 不是要赢得选票吗 川普要争取选举 你说出来的政策 难道不是为了 要争取选票吗 这局选票 赢得选票 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错 那包括柯文哲 也加入打猴的阵营 他批评猴友谊的兵役政策 看风向 不对 就火速改口 并且笑他 招令戏改 可是柯文哲也不用太开心 招令戏改这件事情 柯文哲也做了不少 他也干了不少这样的事情 包括最近所谓 重启服贸的争议 绿营打死他说 你根本当年是反服贸的 现在又说有可能重启服贸 被打脸 还有另外包括资安团队 是不是杨广军要打资安战 他隔一天就改口说 不是 这是资安团队 记不记得 受访的时候讲的 所以必须说 有很多事情 可能你当场 当下在受访的时候 讲的不够周全 后面的改口 或是修正 那就是招令戏改吗 那另外包括 进电视案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柯文哲 很大气很大声的说 NCC可以废了 可是今天他又改口 6月29号 他说可以正常运作 一样嘛 大家都不要老大笑老二 大家老二笑老三 林卓水说了 他认为侯友宜 就是脑袋空空 对国家的政策 其实不是很了解 所以一被批评 方寸大乱 方寸大乱 好啦 我们再来看看 侯友宜最大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包括我们从关键字 以及搜寻引擎上面 来看看 民众最关心什么事 民众对于侯友宜的新闻 谈论最多的是什么 5月17号 那个时候他被征召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热度 本来应该要往上冲 大家先看 侯友宜是蓝色的那一条 侯友宜是蓝色的那一条 一直到这个 5月17号有一些讨论没有错 可是民间或是网路上面的热度 6月8号的时候有起来一波 那是在政大演讲的时候 开始有讨论的热度 在此之前其实都趴在很下面 有没有看到这四条线他都趴在很下面 在6月19号的时候台大演讲 因为大家想要再进一步观察 他到底说话是不是能够传达他的脑子里的想法 以及他的政策 所以你看到冲出一波高潮 6月19号大家都在看 他的论述是不是够周延 而至于关键字的搜寻排行也是一样 都在政大演讲台大演讲 幼儿园一般预料 有一些人是认为幼儿园的疑似胃药事件 是造成他民调低落的原因 可是看起来幼儿园的事件 反而是比较后面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里 没有办法迅速回应 没有办法把你的政策讲得清楚明白 可能就是他的致命伤 我们来看看这一桩新闻事件 周玉寇蔡玉珍 这个爆了一个乌龙的爆料 说金华非文案是张淑娟女主角 张淑娟才是女主角 这件事情呢 因为张淑娟去告了嘛 有一个这个起诉案 这个检方已经起诉了 包括周玉寇跟蔡玉珍 而张淑娟很快的回应 我们大家来看看 我真的在台湾活见鬼 而且没有见到这样子 没有羞耻心的两个鬼 是媒体的鬼 应该赶出去 做假新闻就不应该存在 所以请不要再用假新闻 攻击一个正常人 把我们正常人变成疯子 这个是台湾社会 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或任何选的人 都请你们尊重 爱惜我们台湾的人民 这才是一个执政者该有的风范 大家看到这个张淑娟的回应 其实很快 所以网路上很多人都说 他的逻辑很清晰 甚至呢 可以说比这个总统的参选人 都还要快速都还要清晰 何友宜如果可以有像张淑娟 这样子的反应 恐怕他现在的民调就不是这样了 来我们来先请教慧文 慧文怎么看 最大的问题是不是 他的反应不够快 不够清楚 没有办法让民众很快的get down 前迟因为他是一个 他们有准备 其实今天金辅聪跟黄梓哲 他们都扮演了朱队友的角色 他们拿出了手版 就是说他们题目已经先拟好了 他们有三次的版本 三次里面有同样一句话 何无疑就是没有讲 就是说我支持一期一年 但是呢 等我当选总统 两岸和平稳定之后 我把它改成四个月 他漏了那第一句 他们三个版本 帮他拟的QA都有 他就是没讲这一句 没讲这一句 我就没有办法 但是从他这个赵先生的专访之后 昨天禁办发新闻稿 昨天下午何无疑亲自说明 昨天晚上何无疑在说明一遍 今天是金小刀上场 四次 这前迟在我的感觉 就是你们太怕美国了 这个事情没那么 金小刀都讲了 不是AIT的处长打电话 是他们透过一个人来问 你就鸡飞狗跳了 你这个团队你怎么执政 这个葛来仪 葛来仪谈台湾大选 就好比我在谈美国大选 会笑死人 所以这种人我就不谈了 但是前迟你可以帮我作证 因为我们TPBS的民调 何无疑从领先到落后 是上个月的事情 那前迟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碰面 所以我上个月 我都还是支持何无疑的 你刚刚问我 为什么要交换 因为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观众朋友 你每天看可以作证 他们T台 尤其前迟他们制度单位 他们摟了一个袋子 摟了至少两个月 我都没有谈 你们摟了两个月 你谈了两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2020的大选 韩国瑜希望他的新北市主委 是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拒绝 侯友宜讲什么 我的大体是我的四百万市民 侯友宜的国文老师 可能在后面哭了 我的大体是我的四百万市民 所以大体是市民 这是什么中文 如果你的大体是你的新北市民 那你为什么落跑选总统 那你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那韩国瑜请你接新北市主委 你为什么拒绝呢 所以观众朋友 我不是因为他民调第三 我说要换头 他上个月他民调就第三了 大家可以作证 对吧 坚持我没乱讲 但是你在赵先生的专访 你那是什么态度 你就是不道歉 赵先生已经连续 你要不要道歉 好 多多 这个什么 他都不愿意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 不然你是怎样 不然你把我换掉 让我那感觉很差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对不起韩国瑜 你当然对不起韩国瑜 那你现在是你要去求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连续道歉 你都不愿意呢 前置你想想看 如果他今天这个态度 如果他当上总统呢 你现在是应该你是跟每个人 鞠躬好腰 拜托大家支持你的时候 我有对你苛求吗 我觉得我对何伟瑜没有苛求 我只希望你针对四年前的这个误会 你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你跟韩国瑜跟韩本说声对不起 我又没叫你洗门风 我又没叫你下跪 一句对不起你讲不出来 赵先生已经三次给你机会了 你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还有包括你前两天跟韩国瑜 在黄复兴党部的这个同框 你都不愿意 怎么会是我拜托你道歉呢 你自己不觉得你四年前做得很过分吗 全代会在新北市开 你不来 请你当新北市主委 你不要 那我请问你 如果现在侯友饮料选 讲完说台北市的主委我也不接 那你心里做什么感想呢 你连将心比心你都做不到 那你不要再点头了可以吗 我的耐性很有限 你再点头我又抓狂 这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觉得 他太骄傲了 只是叫你道歉 你真的是做得不对 做得不好 你应该道歉了 你不道歉 那我觉得你的心态有问题 你没这么厉害了 这个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包括赵大哥的访问我有看 他做了很多球 给侯友宜 三次机会 对 希望你讲一声 我真不好意思 你也不用太强烈的字眼 多多包涵 请大家多多包涵 讲不出来这个我也不太懂 来 延峻你懂吗 我觉得这是侯友宜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的人设其实没有这些状况 也就是他的施政 如果新北市民不满意的话 不会在他争取连任的时候 愿意投票给他 我的户籍在新北市 我也明白讲 我也投了他一票 所以我就说 如果侯友宜在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没有这样一个人设的问题 为什么他的身份转换出来 变为一个有国民党征召的 总统参选人身份之后 却让大家质疑他的能力 他的魄力 他的决心 甚至他处理的方法 还有刚刚慧文哥很在意的 是你讲话的态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我们也不能理解 我举个例子 因为刚刚慧文哥提到说 他后来接受专访的这件事情 包含当他那天到黄复兴党部里面去 我就问一个问题 当他出来讲说 他这几年他有在思考 他有在检讨说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多 让韩国瑜什么选举 面临到什么状况的时候 这是不是跟韩国瑜道歉 我不知道 因为后来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侯伴的发言人有人讲说 是 是道歉 有人说不是 不是道歉 甚至侯友宜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绕了一个大弯 就这样 有这么难吗 我不懂 还是说当警察的人不能讲道歉 乱讲 我不知道 我无法解释 你的疑问会让他更神奇 你懂得更神奇 道歉这件事很困难 所以我就讲说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我也承认讲说 后宜在竞选年代的时候 我有投了票给他 因为我认为他是新北市市长表现是OK 我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讲说 如果你今天那些被肯定的东西 到底多了一个身份叫做国民党参选人的时候 那你今天会回来讲说到底是大环境突然因为你多了这个身份不喜欢你 还是你因为多了这个身份之后让你自己有些的改变 我讲幼儿园的那个案子 如果侯友宜不是因为有这个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你会处理成这样吗 我不知道 说得很好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不会 这就是我今天觉得对国民党的朋友来讲 侯友宜是不是认为应该可以被托付希望的一个人 我认为他们觉得是 家瑜保持一分钟的时间 谢谢 不好意思 对啊 我觉得就是对侯友宜来讲 他这个不屈不挠或是不道歉的底气 这个叫不屈不挠吗 高姿态的底气到底在哪里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有能力 你是高民调 你是众人觉得说 你就是有这个站得住脚等等 那你当然可以把你的理由说出来 但今天没有啊 今天你不是这样 你现在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你需要大家愿意来团结 或者是需要韩粉的票 但是你连道歉都不愿意的时候 人家到底要拿什么来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侯友宜不仅没能力 你还没人品 然后你甚至还低不下头来 没人品有点太多了 面对侯友宜 面对韩陀瑜 连激动的人都听不下去了 你连作为同志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谊 你都拉不下脸来 那我觉得那你到底这场选举 你要谁的票 你想要怎么赢 大家都问不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除了金小刀跟朱立伦挺你之外 侯友宜你有什么脸 面对全代会这么多的国民党 或是国民党这么多立委 需要你拉抬的时候 你拿什么去拉抬他们 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有这样的底气 你都拿不到票的时候 其他人怎么会想要跟你站在一起 所以侯友宜你自己不想当选就算了 你还要害其他人也都要落选的话 那你真的会成为国民党最大的罪人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侯友宜面对很多人的逼问 她说她打死不退 打死不退 你也要有一个打死不退的理由 告诉大家说 因为你会赢或者是怎么样 完全不会的情况之下 你到底有什么脸说你打死不退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希望侯友宜退 侯友宜还坚持不退的话 那就是侯友宜想要拉着国民党一起赔仗了 其实也没有大家都希望他退 至少有两派有人还是希望他留 可是如果以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家瑜你可以简单的讲 民进党是希望他留还是退 对你们比较好 当初我们希望侯友宜不要出来选 因为我们说侯友宜的能力不足等等 大家都说我们就是怕侯友宜因为他最强 现在我们不希望侯友宜退 那大家一定又会说 那是不是又另外一种说法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事情跟我们民进党没有关系 但侯友宜 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是国民党自己要去面对的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时间没有控制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教科书你敢拿出来讲 不要 因为他跟题目不合算了 不好意思 家瑜 你不会生气吧 我又不是陈薇文 我们是好姐妹 我们是好姐妹 所以你不要受委屈 我刚本来要唱那个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找不到道歉的证据 连FD都看不下去了 连FD都这样白眼看你了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连妹妹都看不下去了 摄影大哥都一起来运动了 都听不下去了 一起听了 何时该道歉 何时该放弃 连道歉 都没有勇气 你看人现在叹气欸 没有 我在考虑的话 跟慧恶哥站在同一阵线 是不是很单喔 这首歌献给侯友宜 然后没有桑案对不对 我这边有 没有桑案我这边有 柯文哲竟然学我办演唱会 陈文自带桑案 我这边有 我这边有 一张票8800欸 什么东西 柯文哲说要办演唱会 说票价跟Blackpink一样8800 他真的要办吗 他是乱讲的 真的真的 已经那个网络上那个 目前政治人物开演唱会 售票节目 陈卉文我真的 我替你worry欸 我真的好担心喔 为何 我怕陈卉文以后 就 我们只能从网络上看到他 他真的要搬去 对啊 你房子租了没 除个税后啊 不 不急啊 如果他当选 他是一月投票嘛 五月就职 我还有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跟你连线吗 为什么要连线呢 就是 他要躲起来 因为他觉得太像有脸 没有 前置你误会我的意思 因为你在这里住 我如果 柯文哲当选 我离开台湾 我就不要再管这些事情了 我也不要再做什么评论员 或名嘴或开直播 我就 平平淡淡的过程 那你要怎么生活 我就靠吃老本就好了 真的喔 对啊 搞不好很快就死了 你有这么多老本 没有 就两种嘛 一种就是你钱还没花完 人就死了嘛 一个是你钱花完的时候 人还没死嘛 那哪一种比较好 那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花完的时候刚好死掉这样 那你要跟我保持联络 我还可以去看你 会啦 会联络啦 我跟高嘉宇手切手去看你 不用了 你跟海王子来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跟海王子的声量 柯文哲的声量 现在看起来一直都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细细的来看的话 在六月中或者是六月中下旬 其实他讲重启服貌这件事情 获得的讨论热度喔 是一下子飙上去的耶 您看到的这个资料来源 是来自于网络温度计 所以呢 策略很重要 议题很重要 要稳住柯老二的地位啊 蓝白对决 对不起 绿白对决 他的策略是要边缘和友谊 看起来柯文哲现在要走这样的路 包括你说到的服贸过去几年 谁在谈啊 大家都忘记了 可是现在呢 因为柯文哲说要重启服贸这个issue啊 突然喔 他的网络上面有多了五万的点阅率 短短的一两个礼拜之内喔 所以呢海机会的官网 我们看到他现在贴出来是什么 这个优化啦 所以呢先把他这个这个 锁起来 未来这个优化完成之后 再开放浏览 稍微怪怪喔 因为原来这个海机会官网 刊登的是马时期的 这个服贸的辩护 因为那时候为了服贸做辩护 所以他有一个服贸十大真相的说帖 要告诉大家说QA啊QA啊 九年来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大家都遗忘了这件事 没有人去看 只有五百多个点阅率喔 九年喔 可是最近一两个礼拜 暴增变成五万多次 那现在呢 这个看起来海机会认为说 诶好奇怪喔 怎么会突然暴增 是不是中共的这个认知作战 所以国安单位现在下架 要展开调查 好奇怪喔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热度 想讨论 有可能是对岸的认知作战吗 国安单位喔 现在绷紧神经 另外呢 讲到所谓的服贸 民进党最近也发了很多的贴图 告诉大家 服贸万万不可 千万不可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服贸通过的话 我们14.5万位的外送生 外送员你的生活会困难 所以呢 这个网友就说 那个外送员的风险 其实过去多多少少都有讨论 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现在为了 为了选举 你才突然想起来吗 讲到台派这件事情 也有很多很荒谬的情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喔 这个是不可能 我2D天下无敌 这个粉砖 他揭露的 包括你看到的喔 有一个这个粉砖 这个台湾国的一个旗帜喔 他说 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开放的粉砖说 如果你要买台湾金鱼小旗的话 就长这样的小旗喔 你可以喔 在这个对岸的虾皮的这个网站 台湾国的卖场下单 所以呢这个不可能我2D天下无敌 他就说啦台湾国的旗子在台派 最痛恨的中资虾皮上开卖贩售 根据台派的说法喔 你这个贩售金因为会被抽成嘛 你拿回去给中资 中资中国在买飞弹对准我们台湾喔 所以边喊抵制 边自己打脸的事情之后 台派干出来这样子的虾事喔 其实非常多 在现实上面看起来很像的是 包括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为了跟波罗的海三小国建立一些关系 因为是民主啊 大家站在一起啊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也在撒钱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 包括民意代表提出来好几桩案例 我们砸3.4亿要帮立陶宛买晶圆技术吗 我们把技术送给他 甚至帮他付钱 而且对方要求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吹哨者提供的这个电报 这是驻立陶宛代表处的电报喔 我们把它拷下来喔 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喔 因为对岸他要求不是对岸是立陶宛 他要求我国给更多钱 所以我们的代表处的这些外交官就发电报回到外交部说 他们自己的理解是我国政府对单一产业提供650万欧元 大概是2亿台币已经够了 已经是极高额度了 不要再增加了 因为对方要求3.4亿几乎是一倍之多 我们看到包括总统府其实有回应说 这个是民主国家的互惠互利 认为这个踢报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密件 或者是这样的电报 其实他的真实性还要在查 外交部也一样说这不是凯兹外交 王鸿威加码爆料说 除了这个所谓的晶元的技术的连买代送 还有融资立陶宛买中国原料 因为我们在那边不是有一些投资吗 包括立陶宛太阳能业者 我们给他一些投资给他一些基金 可是原物料却从中国进 所以抗中保台翻车了吗 而另外许巧心也秀出证据说 不只晶元体不只半导体 还要我们买他的小麦 而且一买要7.9亿 根本就是由政府补贴来做人情 像这样子的外交能长久吗 不是说要用民主来连接两国的情依吗 怎么说到底都是钱呢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包括这个我们跟立陶宛友好这件事情 还记得吗 他们捐疫苗给我 我们很感谢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买了他们的民主兰姆酒吗 可是兰姆酒是要用甘蔗来酿造的 其实立陶宛根本没有出产甘蔗啊 所以所谓的民主所谓的同盟 所谓的民主酒 民主小麦 民主金元 是不是用民主包装 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蹊跷 我们来问问看辉文 辉文怎么看 其实因为这个王洪威他当立委之后 这个集思表现 他有开了很多次记者会 揭发了很多弊案 但是我要这个 讲一下我的学妹王洪威 他哪一箭打中了蔡总统 或是赖清德或是民进党 就是前置 因为当然徐晓鑫也有很努力的 在踢爆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我并不是说王洪威跟徐晓鑫的表现不好 而是官方你要听懂我的问题 他们接了这么多币 哪一个打中了赖清德的民调 没打中啊 没打中就不要再打了 没打中就要想方法做 那什么样才能打中他 因为当你这种单兵作战 散兵游泳 你那种单点式的这个弊案 这个弊案 那个弊案什么 那个什么 老百姓无感啊 那个前置跟我们十年前 二十年前在打弊案 已经不一样了 没用啊 没用的时候就不要再瞎打了 而且我觉得像 王洪威跟徐晓鑫 这种谢龙介 这种重要的战力 罗志强这种的 你国民党要一个team 要一个打的节奏 而不是你开个记者会 我开个记者会 你蹦那个弊案 我蹦那个弊案 你整个就乱掉了 我不晓得国民党听得懂 听不懂 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我给大家看 今天早上在这个指南宫 观众朋友你看 台北市指南宫 这个是黄成国 蓝绿白的大咖 独缺赖清德 这个黄成国说 我惯例只邀总统 来来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请大家看这张 这张照片 这个是侯友宜 这个是朱立伦 这个是郑文燦跟柯文哲 照片里面哪一个是总统 你不是说你惯例只要总统吗 其实你是独缺赖清德吗 那为什么黄成国 他不邀赖清德去 他有邀赖清德 是因为赖清德 今天在总统府有开会 赖清德为什么不去 其实是他们有心结 他们有心结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 弄了一个排黑条款 就说这些人 就是因为黄成国 他现在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赖清德为他自己选总统 说你们这些 排黑了以后 你们都不能再选 民进党的党公子 他直接把黄成国给封杀 所以类似像民进党里面的 这种矛盾 国民党会去运用吗 我动应的意思 那我一讲告假就插嘴 可是我风度很好 风度越来越好 来 任俊 我觉得因为刚刚提到 说柯文哲讨论服貌的这件事情 后来我有看到 国民党其实也有提到 说服貌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在支持 那我讲就是说 其实这些事情 我认为都可以理性讨论 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当要抛出这些政策的时候 我认为到现在的台湾选民 其实会希望就是说 抛一个议题出来的时候 能不能让大家知道 我到这个议题出来 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必须讲柯文哲那个服貌是空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touch到里面的东西 当他被问服貌的时候 他立刻说我可以讲货帽 你被问货帽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来推两岸协议进入条例 就他没有要跟你touch 但是如果今天国民党认为说 好我今天在服貌这件事情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讲完之后 大家一定会问下一个 然后就像批评学费的这件事情一样 当然我们看到民进党 民进党他很会选举 不然他怎么选赢的 他当然很会选 就他现在丢出来讲说 这个什么学费要补助或什么 我看到侯友有批评 说那是什么大撒币的政策 OK 但我觉得对民众来讲 他会想说那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主张是什么 对你要告诉我 那这个立场上面 我好像又听到朱立伦讲说 他们也要争取 国民党也要争取 什么大学学费要什么 什么减半还什么东西 那你们立场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的混乱 其实都会导致到 很多人会开始不知道说 如果只是要批评很容易 你都不要选总统 批评每天都可以讲 我们也有建议 我们也会提出建议 所以我现在就在建议 这些论述其实 如果今天连一个兵役的事情 都需要靠一个执行长 出来帮你解释 那是执行长要选总统 还是侯友也要选总统 我认为这个迷思如果你没有办法破的话 永远都让这些人 到投票的时候上面不会写金普聪的名字 上面那个选票上面 如果你走到最后写的还是侯友宜 那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让大家愿意去把那个票 盖在侯友宜三个字的上面 该怎么做 我不认为侯友宜不知道 只是那个砍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一个破口 是能够让他这样做的 是来请教嘉瑜 当然立陶宛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立陶宛算是欧洲里面 最挺台湾的一个国家 而且我们是成立这个所谓的 立陶宛的这个台湾代表 出用台湾这个名义 所以确实我们两国之间关系非常的好 那这个晶圆技术这个部分呢 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技术授权的合作 如果有涉及机密的话 王红贵应该要讲出来说 到底哪边是不能移转 哪边不能合作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所关心的重点 而不是说 今天我们跟一个跟我们友好的国家合作 然后你就出来说 这个是不行的 怎样怎样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有点 太过于笼统 而且是为骂人 嘉瑜我打个岔 他的重点应该是说 我们评估给这样钱就好 大概两亿就好 可是对方要求要3.4亿 当然就是说在合作的过程中 除了技术的授权 或是资金的协助等等 双方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往来 这个部分大家能不能接受 当然是可以讨论 但是说主要还是在于 金元的部分 就是说相关的授权 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讨论 但是就回过头来说 讲到侯友宜的事件 刚刚讲指南宫的事情 因为今天早上 其实很多记者也在问 那黄成国是说 惯例他们是邀总统 但其实副总统赖清德 是有收到指南宫的邀请函 今天有把这个邀请函给大家看 那最主要是因为说 早上总统府有相关的会议 所以赖清德他没有出席 但是民进党还是有相关的人员出席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然大家可能会 想要见缝插针 但是我觉得这个无助于 对于民进党现在的状况 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非常的团结 那相较于国民党 或是面临这个所谓侯友宜 被众人想要拉下台 甚至全代会很多人不挺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内部的民进党 其实除了团结之外 甚至还组成这个所谓民主大联盟 就是希望能够跟其他的有党跟小党来合作 能够扩大结合的基础 那跟国民党除了侯友宜越来越小之外 还有其他党分进合集的 想要去分国民党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相差非常的大 谢谢 过了过了 哇好厉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學者在講 這邊字真的太多了 等一下要給我Super喔 有Super我都會愣住 不要再那個 好以後每個我們第一位親愛的蔡正宇 第二位親愛的賴老師第三位親愛的兵哥 所以都不用抬頭直接親愛的 以後改將 觀眾朋友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掃描 下載之後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聞 和我們一起發揮監督的力量 20秒之後新聞大白話準時回來 好歡迎您回到新聞大白話的 在節目現場我是主持人錢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蔡正元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以及國際政治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民調 民調民調 大家參考就好必須講民調白白種 今天早上金小刀金普聰也說了 有些民調有可能是有目的性的 可是我們不能不談 我們先來看看侯友宜侯市長 他被徵召之後很遺憾的 他一隻都是老三吃得很順口 那包括我們看到的5月29號 他第一次排名第三是來自於美麗島電子報 5月29那時候大家嚇一跳 還想說美麗島電子報不准 可是6月30號再做一次還是第三 另外其他家包括我們TVBS民調 包括您看到7月4號昨天的正傳媒民調 以及今天還有一家風燦的民調 一樣都在第三名 所以大家其實有點著急 我講的是藍營的支持者 好友宜必須想辦法在7月23號之前 把民調你好歹也得拉回到20%吧 國民黨的基本盤一定有20% 你要拉回來啊 我們看到今天中央社的一個報道 他講傳 必須先強調傳 中常委 國民黨中常委醞釀喚侯 朱立倫就講了 絕無此事 絕不可能 不必炒作啦 都不要這樣講了 可是如果萬一萬一 侯先生的民調 侯市長的民調 一直在這邊徘徊 也沒有起色的話 你國民黨不處理 你反而讓郭台銘啊 有機可乘 或者是讓他的動作更大 我們先來看看郭台銘 郭先生 郭董 台灣阿明 最近呢 他真的動作好大呀 他的鴻海除息呀 添92億元的股息 他都沒有在敲鑼打鼓耶 可是你打開他的臉書一看 從7月1號7月2號7月3號7月4號 他都在講國家經濟戰略佈局呀 打造台灣下一個黃金30年呀 講送給孩子一個負責任的未來呀 放過孩子吧 講3加1 哇 他的雄心裝置啊 不言可遇啊 我們看看呢 現在還有一個訊息出來了 說他下週要去美國 拜會寄星集 可是國伴 國伴說沒有這種事 他說沒有 沒有 這個船 他要訪問美國 跟這個寄星集 就是前美國的國務卿嘛 商討這個美中台的關係 可是我們看到 他的辦公室的回應是這樣 訪美不實的錯誤消息 可是根據我們跑新聞這麼多年 有時候今天講不實 明天就說有 很難講啦 要看7月10號這件事情有沒有成 而另外我們看到 郭台銘是不是真的要獨立參選呢 他提出五大國家經濟戰略佈局 要打造台灣下一個黃金30年 因為他商人嘛 必須講他是一個大商人 所以經濟可能就是他首要要改革的 或是首要要抓的一個項目 而賴清德在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看到他發表了 所謂的和平四大支柱 同時他也投書華爾街日報 他的所謂四大和平支柱是什麼呢 第一個建立台灣的威哲利 第二個經濟安全是國家的安全 與全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夥伴關係 還有穩定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 領導能力 那這個投書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呢 PTT上面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包括也有一些年輕朋友說 賴清德本來有一手好牌 怎麼會打成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他說賴清德其實因為民調不動如山 雖然第一名可是都35% 35% 35% 看起來其實你應該是可以更往上啊 你怎麼感覺年輕人的票也都流失了 所以就有網友在上頭寫說 因為低薪高房價還有漲幅驚人的高物價 通膨然後至少有一半的人領不到3萬一個月 然後LINE你還說你會延續小英的執政 小英的執政就亂七八糟 你還要延續 所以年輕族群怎麼可能會買單 你在他們的臉上打了一巴掌啊 那賴清德的民調領先 可是聲量一直落後 因為看不到你有什麼驚人 或者是讓人亮眼的政策 那也有人預測 有可能喔 你現在民調領先沒有錯 可是就像陳其邁2018年 在高雄的選舉 本來他也是領先 可是823水災 衝擊選情 再加上韓國瑜這股怪風吹來 一舉被他給超車 最後是韓國瑜拿下高雄市市長的寶座 所以歷史會怎麼走 歷史我們可以看 未來會怎麼走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觀察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這是英國的金融時報 他出了一篇文章 有一篇報導是這樣寫的 他描述我們台灣人很緊張 我們台灣的有錢人 因為擔心跟中國發生衝突 所以在海外避難 這個其實我們不陌生 過去有飛彈危機 各種兩岸的風吹草動 好亞人 有錢人就移民了 跑掉了 可是這一次有點不一樣 不是非常非常有錢人 中產階級或是小小的有錢人 都有準備 我們看到他訪問了6名的財富經理人 就是常常跟這些有錢人打交道的 這些專業人士 他們就說了 自從中國去年8月軍演以來 他很多客戶跑去買什麼 藝術品 鑽石 那比較輕便 又有價值 萬一打仗 隨時帶走 與民進黨相關的富裕人士 正在推動資產多元化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Financial Times 英國金融時報去訪問我們台灣 6名財富經理人講出來的話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報導 所謂大衛王看台海危機 有人覺得牛頭不對馬嘴 可是還是有脈絡可循 我們看看對岸 習近平其實他上台之後 就一直禁奢 禁止奢華這件事情 然後他下令要禁止浪費 你吃不到東西打包帶走啊 不要亂點啊 那四川有一個餐館 最近想要辦一個大衛王比賽 可是當局說不行 招查說我要查 我要查 就是有點禁止 不鼓勵啦 那我們知道習近平他一上任 就禁止餐飲浪費嘛 也禁奢嘛 拿茶貪腐嘛 那中國大陸的官媒 人民日報就說 絕不容大衛王挑戰 再次死灰復燃 他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 往不好的方向鼓勵 那日本有個說法說 餓肚子就沒有辦法打仗 所以開戰前都要把糧食準備好 連結到什麼 本來是一個娛樂性質的大衛王比賽 可是大家在連結什麼 連結打仗啊 因為你要打仗 你一定要把糧食準備好嘛 所以呢 就有人講說 中共或者是對岸 禁止這個所謂的大衛王比賽 他是要把糧食囤積好 囤積好的時候 萬一台海危機升高了 中國現在是不是開始 已經要儲備糧食了呢 這是來自於日本人的說法 日本清台派 譽責的說法 來大家參考看看 這個說法 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我們先請教兵哥 兵哥你先從民調來幫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老三 老三 越吃越刷嘴嗎 該怎麼辦 他其實我覺得 如果只有一兩個民調 當然有人會 有質疑的空間 會認為某些民調 可能是刻意操作 可是 從他被徵召以來 到現在所有的民調 顯示他都是老三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沒有什麼好意義 他現在就是老三 那問題是老三 到底能不能拉起來 本來我以為他 他在 就是前兩天 他發佈那五大宣誓 包括 那個廢除NCC啊 然後那個 就是把取消延長兵役啊 這些東西特徵組重啟啊 這些應該可以把它帶起一波聲勢 可是問題是他自己又反悔 又說那個 兵役延長那個 沒講對那個 那個應該是 要等到兩岸 趨勢緩和之後 才能夠 恢復四個月 那 你第一次出手 然後就把它拉回來 這個氣勢整個就消掉了 因為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 是很多 很多年輕人都在 談論這個話題 因為年輕人 絕大多數都不想當兵嘛 你好不容易打出一個 至少還不錯 還能夠引起年輕人話題的球 結果你自己就把它拉回來 那 那請問一下這樣民調到底要怎麼提升呢 所以我覺得 當然啊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反正這種東西也沒有後悔要可以吃 問題是接下來下一波你準備要打什麼 你要讓什麼東西帶起話題 把聲量帶起來 因為現在誰在虎視眈眈 現在包括民進黨 包括柯文哲 包括郭台銘都在虎視眈眈啊 那郭台銘最近 民調一直起來 當然他某一部分民調起來的原因 是因為侯友宜掉下來 所以很多人也許真的是 希望把侯友宜換掉 寄望於郭台銘 但是還有很大部分 我認為根本就是 那些希望郭台銘出來 把侯友宜弄死人反串啊 對不對 因為在網路上都是這樣子嘛 那民調你也很難去真正了解到 對方的真實背景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民調 當然還是有很多水分在裡頭 可是侯友宜的民調聲勢 確實落後是沒有錯的 所以他自己要努力 這沒有人能夠幫他 誰也沒有用 他自己如果能夠趕快快馬加鞭 然後讓人家有嶄新的感受的話 那有機會起來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時間不等人了 很快就會消失了 那郭台銘呢 他最近動作頻頻 不是為了選是要幹嘛 你說不是為了選的話 那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他跟侯友宜兩個在玩反串 是這樣嗎 你覺得像嗎 我覺得不像 我是一點都不覺得像 他就是要選嘛 那問題是他既然要選 為什麼不趕快宣佈咧 最近民調已經有了民調做他 他領先後有儀啦 那為什麼不宣佈 理由很簡單 時間還沒到 我認為本來確實是有安排要去建基基辛吉 可是現在看起來 關鍵期就在五到十天之內 所以對他來說 現在留在台灣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這幾天可能要一波一波 再打一些新的話題 新的動作出來 把自己的整個身世拉抬起來之後 就可以撤動國民黨那一些 猶豫不決的可能下定決心 看是不是要贏他回朝 班師回朝 那是不是能夠做到這樣 不知道 就要看侯友宜自己的表現 所以我認為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 那可是賴清德 我必須要幫他講點話 很多人說 你明明一手好牌 為什麼會打成這樣 你要知道他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因為說真的 他現在完全被蔡英文挾制住 他的主張明明就跟蔡英文一點都不像 可是他必須要假裝自己把蔡英文拱得高高 不然的話他上次才被幹掉過一次 難道這次準備又被幹掉嗎 那實際上 他是主張台獨的人 所以他又怕老美不放心 所以只好弄了一個這個東西 可是老美因為你寫這篇文章就會放心嗎 也不會 那對賴清德來講最糟糕的一點就是什麼 你要知道 從侯友宜被徵召到現在這一個多月來 賴清德不是沒有努力喔 他一直都在努力喔 他做了很多包括影音的東西 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動都有在做 然後什麼信賴之友會全台灣到處開 可是民調完全沒動 對啊 那請問一下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他雙手雙腳被綁住了嘛 他很多東西 他自己的觀念也是比較成就的觀念 他沒有辦法贏得年輕人跟中間選民的信賴 所以賴清德確實呈現一個僵局的狀態 我覺得菲律陣營只要自己不亂搞 你們能夠找到一個最佳勝利的方程式的話 要贏過賴清德其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 菲律如果全部團結在一起 那個數字其實就贏過賴清德啦 是吧 民調看起來已經有一點的固定化的趨勢了 所以各家民調出來的結果都差不多 沒有太大差距 那結果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活躍掉下來的時候 柯文哲上去了 而且柯文哲現在的民調已經可以 跟賴清德互相爭鋒了 這表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柯文哲能夠促使板塊移動 那他不需要跟國民黨合作啊 雖然說跟國民黨合作 跟何友宜合作 柯佛佩也好 柯佛佩也好 好像贏過賴清德的機率是非常的高的 是 可是看起來 如果讓柯文哲聲勢在往上 他可以不理會何友宜 這一點就是國民黨要特別去小心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郭台銘加入戰局 就好像一個很重要的催化機 為什麼 是柯文哲的民調掉下來了 這樣一來的話 柯文哲如果不找何友宜合作的話 好像就被 郭台銘給卡住了 那如果是 郭台銘 何友宜跟柯文哲 三隻小豬 每個人爭先恐嚇 那就會被賴清德打敗 但是如果三隻小豬綁在一起 三根筷子綁在一起 就可以把賴清德打敗 所以這個局勢已經夠清楚了 我就要問 朱年主席你的非力大聯盟在哪裡 第三階段 對 如果你非力大聯盟沒有的話 這一局已經剩下垃圾時間了 所以 有的人說怪說 郭台銘來參加 其實郭台銘參加的時候 何友宜的民調變動幅度不大 反正柯文哲是掉下來的幅度很大 所以柯文哲的辦公室講說 我們已經不需要郭台銘了 結果一看非郭台銘不可 所以變成說 郭台銘可能會逼得 柯文哲跟何友宜合作 這是很大的因素 所以變化幅度很大 這一點還是要朱立雲傷腦筋 光拿小刀砍郭台銘砍 柯文哲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一點要注意到 再來 這個日本人 我不得不說他兩句 他怎麼有臉講這種話 我說大陸是在準備糧食 準備打仗 各位我給他數字 就是糧食的自足自給力 就是我自己可以養活自己的比例 有多少其他要靠進口的 中國大陸今年是81% 19%要靠進口 日本多少 37% 73%要進口 我們台灣多少 31% 什麼意思 79%要進口 那大陸是因為2021年通過 叫做反食品浪費法 不准 不准不准比賽大位 吃播都不可以 吃播也不行 吃播就要去關 真的假的 對 就是不能浪費 規定很細 不能夠浪費糧食 他是在倡導一種價值觀 不是想打仗 你們想太多了 他糧食已經81% 而且根據目前的成長動力的話 大概中國大陸在未來三年 糧食自止率要達到88% 全世界最高的 那我請問你他需要擔什麼心 美國還比他低 所以我搞不清楚在幹什麼 我們糧食不是只有稻米 不是小麥 很多東西都才夠 那所以日本的親台派的 要講理由 要講一點 這跟台灣 這個危機生的沒有關係 台灣危機兩個動力 第一個 台灣島內的 台獨的動力 是不是很強大 如果像賴金鶴的當選 就會被論得很強大 那如果說美國要打台灣牌的話 這兩個因素就會引起解放軍 大陸的反擊 我們從佩洛西的案子 就看得出來 為什麼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沒有這個問題 蔡英雄時代這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台獨進程表 會使解放軍的軍事壓力升高 然後使美國攪在一起 那我們怎麼解套 賴清德開了要方建立台灣的威懾力 請問你 我們台灣的國防預算 把我們家每一個人全部盪掉 都沒有辦法跟大陸的總國防預算比 那你什麼叫台灣的威師 我問你 再來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 那你不是講廢話嗎 再來 以民主國家建立夥伴關係 夥伴關係仍好 可是我們沒有聯盟關係 我們有問題 人家不會幫我們打仗 吳釗瑟講的很坦白 我們要靠這裡打仗 那好 為什麼要打仗 有需要打這種仗嗎 先問確認這一點 要什麼 要有兩岸關係的領導能力 你賴清德有嗎 證明給我們看 什麼兩岸關係領導能力 你能夠領導對岸嗎 如果不能領導對岸 你什麼兩岸關係領導能力 要如何建立溝通對話 甚至如你們陳水扁在2004年曾經講到過的 兩岸可不可以簽一個和平架構協議 當然民進黨會講說 我們的和平協議跟你國民黨的和平協議不一樣 好不一樣 沒關係我們可以討論 只要和平協議都好 這樣好了嗎 你也不敢談 你連不要講說蔡英文他不敢講 連陳水扁他都不敢講 所以你到底講什麼兩岸領導力也莫名其妙 我以為我可以加問一題 這個金融時報講的說 民進黨相關的富裕人士 正在推動資產多元化 我可以證實 我跟你講我很多好朋友 能來現在是台灣財務管理界的高管 就在裴洛西來訪台之後隔了一兩個月 他說他們生意變得很好 而且很多都是民進黨的大大小小的金主 跟他們探尋如果把財產移到國外去 如果甚至把房地產拿出來抵押 把資金拿到海外去 那趕快辦外國的這些什麼 永久綠卡 辦外國的護照 他說甚至跟他們講 任何國家都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是反而是民進黨人比較緊張 我是覺得你怎麼搞成這個局面 連你自己的金主對你都沒信心 那你只能拿出來紅那些出不了國的人嗎 所以莫名其妙嘛 是 來賴老師 我順得這個金融時報的這個報導 因為金融時報這段時間以來 跟民進黨的關係比較密 尤其是金融時報的那一位 這個常常跟蔡英文很熟的 女性的 習嘉琳 對 那她跟民進黨的關係 實在是糾纏不清 我們看到金融時報的這個報導 其實這就印證了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的推理 也就是說如果兩岸一旦打起來 民進黨的有錢人 民進黨的相關人士先跑 那這個報導其實就等於是間接的證實 民進黨的這些人在台灣搞台獨 搞一搞以後兩邊快要打起來了 他們事實上錢早就轉走了 最後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了 而可憐的是誰呢 可憐的就是那些被他們玩弄的那些底層的 民進黨的那些人士 我覺得這最可憐 也就是活在最底層的 以為他們高層的那些民進黨 他們是愛台灣 其實他們是愛自己 愛自己的權利 愛自己的利益 然後利用搞兩岸關係的緊張的情形下 然後從美國或是從哪個地方 那麼獲得很多的利益 那台灣拼命的向美國買武器 那中間的回扣到底跑去哪裡 我們在國際武器買賣裡面 我們都知道有這個 10%就是有10%的回扣這個問題 這個錢都跑去哪裡 所以我們都不由得的不懷疑 就是說這些一直拼命的買武器 其實一直拼命的向台灣在撈錢 撈完錢以後都把錢部署在海外 自己十天到了拍拍屁股一飛走了 坐個船一船走了 留下在台灣的那些被利用的人 我覺得這一點實在是很可惡 但是還有一個我覺得 有關於侯友宜 侯友宜確實應該要嚴肅 面對他的民調一直低迷不振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侯友宜的形象 並不鮮明 他如果一直讓他自己的形象 到今天為止都不鮮明的話 我覺得侯友宜的仗不好打 要趕快改變了 形象要改變 不過這個已經60幾歲了 要改變彈何容易 不過我們還是祝福他 我們來看看葉倫 美國的財政部長打算要訪問 中國大陸就在這幾天了 可是就在他仿中前夕 中國大陸祭出了包括家 包括者的管制 這些是非常稀有的一些資源 我們看看路透社的報道 他說管制家跟者的出口 是加劇美中貿易戰 因為這兩個東西在科技上面大大的使用 而且佔比非常多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大陸生產了 所謂的加根者佔比是90%還有68% 幾乎全球的佔比 或者是說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國大陸 美國半導體公司就說了 旗下中國子公司通過 美國將會立刻著手準備 要趕快去買 因為你要管制了 我現在就大買特買趕快存起來 中國者的生產商就說 禁令發布之後 不斷的接貨 從歐洲美國還有日本客戶的查詢說 趕快要再限制出口前增加存量 這是可以想見也可以理解的 那很多人就分析未來全球者 還有家的貿易結構可能會出現變化 包括價格還有出口價格都會上漲 會漲多少呢 每公斤人民幣1萬到1000 以及1500元都會往上漲 所以這樣的管制對軍武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小科普 家的用途是放在半導體雷達等等 像是愛國者飛彈的雷達 就是藉助彈化加提高偵測的性能 而者的用途在光纖通訊 軍用的夜視鏡 大部分的衛星都使用 基於者的太陽能電池 所以他們很重要 夠重要了吧 包括你看到 稀土也是大大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和金屬 稀有金屬 科技戰最怕什麼 中國拿什麼報復美國隊長 業內點名他就是稀土 因為稀土有多重要呢 我們舉例來說 F35 他的打造像這樣一架F35 他就需要920磅的稀土 而包括阿利伯克號級的驅逐艦 需要5200磅的稀土 維吉尼亞號的核子潛艇 需要9200磅的稀土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一旦管制一旦被控制 那恐怕這個軍武或者各國的軍備大戰 就要重新來洗牌還有製造等等 所以我們看到葉倫 洗成仿中之前 這個兩邊中國跟美國都有劇本 都有打算 那美國的打算是什麼 是不是想重念2008的劇本 我們回想 十多年前的2008年 幾乎快要20年前了 那個時候呢 是歐巴馬在執政 我們看到了前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萊斯他訪問 這個中國大陸2月份 然後4月份他的財長鮑爾就訪華了 然後呢他要幹嘛 希望中國買美債 跟這一次葉倫的目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5月美國的商務部長就去談投資合作了 當年啊 中國吞下了4000億的美債 15年過去了 中國還會再次買單嗎 這套劇本還能work嗎 還能行得通嗎 我們再來看看呢 包括葉倫仿中 那當然就是國際間的大事啊 美國要說服中國不要拋售美國國債 紐約時報的報導 葉倫仿中對話艱難 技術禁令匯率成為關鍵議題 你現在還在這個管制你的技術嗎 包括AI啊 就是已經在圍堵 不讓中國有任何AI的各種的技術 還有匯率也是啊 所以中國的經濟學家田雲就講 葉倫仿中主要說服中國不要檢視美債 要幫助美國解決他們自己的通膨問題 可是啊 現在我們剛剛講的方方面面的科技戰也好 各種的這個商貿戰也好 有可能會緩解嗎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談判的人已經換人了 這個包括大陸央行已經更換了掌門人 潘公盛取代了易綱 那不尋常的是 連央行的行長易綱的黨委付出計也給免了 是不是過去有人覺得這個易綱比較親美呢 所以把它給換下來了 而應對中美即將的金融戰 是不是要這兩個人上去對戰呢 傳統的玫瑰味全靠中國製造嗎 大家知道中美都已經貿易戰打成這樣了 可是看看7月4號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你知道那一天全美國用了多少炮竹嗎 因為要放煙火嗎 你可以看到包括在白宮舉行很多活動 有燒烤啦 這些都要用到很多的這個各種的這個 這個燒烤的相關的用品 還有放煙火 所以今年美國煙火的銷售額 從2020年的4.7億突破 今年可能會突破24億 可是這些都是Matter in China 從中國製造的 能不能夠脫鉤 從這件小事情就可以看到了 來現在請教我們的這個蔡委員 您怎麼看 包括葉倫訪中前夕這麼多的事情 中國經過美國好幾年的教導 終於學會了什麼叫做戰略管制 就是對於某一些重要的關鍵戰略物資或者技術 要對一些不好友好的國家進行管制 美國一連串的打擊中國 中國好不容易才學會說 好那美光半導體我稍微卡你一下 現在又對於這個加跟折進行出口管制 這也是他們學習來的技巧 加做什麼就是深化加 深化加在半導體在通訊用途非常的廣 那延伸在武器用途也很大 那折有折化系等等的產品 我們台灣是這兩個東西很大的加工的地點 所以我們也可能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對於美國來講 這個應該是中國大陸開始在敲鐘而已 因為真的這個大刀還沒出竅 這個只是告訴說 美國我也有一些東西可以跟你進行管制跟抵制 那葉倫來的時候 來之前美國政府敲鑼打鼓 說要限制輝達A800的這個晶片賣到中國大陸去 本來進了A100 那輝達發展了A800 逃避的管制他們又要進A800 那好啊 你用這個來當葉倫威嚇的禮物 也就是葉倫帶了一把手槍到中國來借錢 現在中國就說等到你來的時候 我就拿個長槍在門口等著你 就是管制這個加跟折 如果中國下一步在管制稀土的話 那影響的層面更大 因為稀土簡單講 就是很多科技重要產業裡面的味精跟維他命 你不能沒有它 那可是你也不能說它特別的重要 可是你就不能沒有它 你那個逆中戰機 很多的塗料都需要用到它 所以這場遊戲會非常好玩的 至於這個A1的仿眾以後 還有沒有其他人跟進 沒有錯啦 2008年當時美國陷入世界金融風暴的時候 他要中國一口氣 跟他買了4000億美元的政府公債 協助美國度過財政的困難 那擔心中國大量拋售美國政府公債 不過這個中國的經濟學家 可能說錯了 拋售美國的政府公債 會使得美國的利率上升 反而幫助美國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這個時候的債券價格下跌 會使得美國的銀行危機陸續的出現 他現在是20幾家通過美國聯邦的壓力測試 其他的3000多家都沒有測試 你不曉得哪家會倒 所以這個東西才真正美國擔心的一個部分 中國人民一樣換人 其實我很早就覺得易剛應該換了 太溫文如雅 不是金融市場上這種沙發震天 這個簡單講 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一個行業 他太溫了 我早就主張俄武戰爭開始的時候 要把手上所有的美國公債全部賣掉 一年差4% 十年級的債券就差40% 中國如果去年賣掉 今年買進賺多少 3000億美金為什麼這錢不賺 那這個美國國慶用的是中國貨物 當然拜登大概不以為意 不過從那個所謂中美對抗來講 看起來是有點諷刺 是沒有錯 來請教賴老師 路德社的這個分析是錯誤的 他說中國管制這個加根者的出口 會加劇美中的貿易戰 那他用加劇 那現在還不夠激烈嗎 貿易戰還要再怎麼打 難道美國要把所有的稅都提高到 百分之一百兩百三百嗎 怎麼可能呢 已經夠加劇了 而且都是美方主打 那中國大陸其實都是防禦 現在是剛剛開始反手 我們叫反打 我覺得這個反打打得很好 而且要繼續反打 那目前來說的話 那現在有很多人 像台灣 台灣就很了不起 台灣我今天看到我們的中央社 引述了不知名的 他說網路上的一篇文章 說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加根者的一個禁止 只是一個宣傳戰 這個沒有什麼用處 他用的一個 然後我就一直查 你那個文章是從哪裡來的 結果沒有來源 我們中央社 厲害喔 沒有來源 沒有來源 只說一個網路文章 而且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厲害 中央社可以引述沒有來源的文章 而且不是一個官方的正式的文章 有權威性的 厲害厲害 再加厲害 民進黨執政下的任何一個單位 都是厲害 好 我再回頭講 為什麼會對於我們這個 民進黨執政下的單位 NCC我也很佩服 那些人都政治正確 都很佩服的 我為什麼會說 這個只是剛開始 中國大陸的工具箱 還沒有出來 這只是第一步 那有人會說 中國一定可以做得出來 這個歐美的國家一定可以做得出來 當然可以 沒有困難 需要時間 那問題就在於 那你缺貨的這段時間 你該怎麼辦 那等到你補齐了以後 那對不起 已經過了好幾年了 我覺得工業 商業等不起 等不及 也等不起 那易剛的問題 葉倫來的問題 剛剛鄭元兄談到了 葉倫來到中國大陸 如果要中國大陸買公債 中國大陸就知道 美國的造門在公債 那當然要繼續賣 如果他希望中國大陸 美元不要少拿 不要去把它換黃金 那當然就要去換 因為目前來講 美國沒有妥協 沒有退讓之前 你就應該要繼續按照他 所最關切的問題 繼續的打下去才對 才能打到他的痛苦 才能打到他痛苦 來 甭哥 其實剛剛賴老師提到中央社 我們上一章其實才講到 船中常衛 醞釀喚喉 朱立倫久無可能也不必早弱 你什麼時候看到中央社 你的謠言都在發新聞呢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中央社 是什麼德性 船 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 中央社可不是這樣報新聞 那問題是我現在中央社會變這樣 可是問題在於 中國大陸現在管制這個加根者 會對美國造成什麼影響 一定會造成影響 但是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嗎 也未必 其實上世紀的時候 冷戰時期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那個時候 美國要造新式戰機 他需要泰 可是泰是誰生產 是蘇聯生產 所以呢 他成立了大概好幾百家小公司 然後在全世界各地 用各種名義去這邊買一點 那邊買一點 去買泰 然後再運回美國來 他用這種方式 那美國 因為請注意喔 中國大陸他其實沒有完全進喔 他只是告訴你要申報 管制 對 我就批准 所以他顯然 跟他關係比較好的國家 我就不會進啊 我可能去賣 那美國可能就透過這些國家 那當然透過這些國家 就會有什麼缺點 第一個數量可能沒以前那麼多 第二個價錢一定比以前貴很多 那這就是美國必須要去承受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沒有完全進 也沒有指名 其實就是預留一個談判空間給你 看你到底要怎麼來談 尤其是選在葉倫來之前 那問題是 葉倫手上到底有什麼籌碼 可以去跟中國大陸裁判 其實我怎麼看都沒有耶 因為 葉倫要去之前 美國自己也發布了 對中國新一波的經歷 那中國也發布了 那除非你葉倫打算去那邊做讓步 可是葉倫顯然沒有什麼讓步的空間 那請問有什麼好談呢 就不用談啊 那我覺得最糟糕的就是 美國其實從十幾年前就知道 中國有一天會進他的稀土 所以美國十幾年前就一直不斷的想要透過立法 然後重新把這個產業建立起來 結果這十幾年過去了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建立不起來 建立不起來 因為很簡單 美國的不管人力也好 他採礦的技術也好 提電的技術也好 那一些都要從此要花大把時間金錢 然後重新培養一批人才 太累了 不如直接跟中國買比較快 所以這是美國當前遇到的難題 那現在情況就是這樣的話 我認為葉倫除非讓步 不然中美之間還是談不起來 是我們來看看昨天7月4號 普京跟習近平同框了 他們是透過視訊在上和會的峰會裡頭 同框了 來看看這張圖 因為地主國主辦國是印度莫迪在中間 普京在這 這個是伊朗的萊希還有習近平 包括你看到普京 他們透過視訊在開這場峰會 普京這個是他們內部有所謂的政變 或者是疑似政變之後 他第一次透過視訊跟其他國家的元首聚會 他說外部勢力讓烏克蘭反俄非法制裁令 讓俄國更強大 我們來看看 上海合作組織順應當今時代潮流 契合人類進步方向 一定能夠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 不斷發展壯大 反對保護主義 單邊制裁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川普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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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這個是葉倫仿中之前的夏馬威嗎 我們來看看上河組織 現在是不是變成反美聯盟了呢 他還加入兩個國家的領導人 包括盧卡申科 白俄羅斯的 以及伊朗 萊西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這些人通通抱團 在一起了 變成東西兩大對抗的這樣的組織嗎 中俄準備搞什麼大事呢 我們先看看我剛剛說了 瓦格納兵變之後 第一次現身就是普清 他在這個視訊上面 講話也是跟槍有力 講的是你們這些外部勢力 通通不要來 而另外俄國海軍總司令 也訪問中國 你看到環球時報 他就說了 中俄海軍 今年會有大動作 這是李尚福 這是俄國海軍總司令 葉夫梅諾夫 兩個人都說 好會加強各級溝通 組一個常態的連演連續 而另外我們看看俄羅斯 唯一的航艦 叫做庫茲涅佐夫號 記得他嗎 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裡頭 他在黑海被擊中 現在已經收好了 據說明年底有望重返海上 而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這張世界地圖 中國大陸的野心是什麼呢 中國大陸在這裡 那他最近派遣他的驅逐艦 南寧號領航解放軍的軍艦 這是一個艦隊 禮拜二 7月2號已經抵達了奈吉利亞 中國在這兒 他一定是這樣走到吉布地 這裡有中國大陸的基地 然後到了奈吉利亞 7月2號就抵達了 如果他再往這裡走 走北大西洋 其實已經來到了美國東岸這裡了 所以對美國來說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甚至會對美國視為威脅嗎 而另外我們看看最近 法國非常的不平靜 如果你有朋友 你有親戚 在法國居住或者是旅遊的話 很多人很驚恐啊 因為烽火連天 我們看到了 因為一名少年 在警方執法的時候 很不幸的身亡了 所以全法國你看到的 燒啊砸啊搶啊打啊 警方鎮暴部隊通通出動了 你看到法新社怎麼說 他說法國企業運動組織說 法國這一場騷亂會讓企業損失 超過10億歐元 法國的城市因為系統性的 種族主義陷入一片火海 因為死亡的這名少年 是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非洲裔的 那法國的騷亂 從法新社的視角 您看到的他下了一個標題 叫做帝國的黃昏 這個是法國的Landmark 這個法國鐵塔 底下呢一片烽火啊 在暗夜中看起來更加的驚心動魄 這是帝國的黃昏嗎 另外帝國的黎明 這是一個對照了 這是在之前 在年初的時候 今年年初 同樣是法新社 他那時候登了這一篇照片 他是拍攝什麼呢 中國的解放軍 解放軍 本來他是要行訴說 你看看中國的解放軍 很可怕啊 他有脅迫感 對我們全球都造成了威脅 可是沒有想到 卻意外的幫解放軍打開了 在社群上面的話題 大家都在討論了 所以這是一個對照組 而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歐盟對法國跟薩爾維亞的騷亂 不同反應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 塞爾維亞的總統 武器棋就很生氣啊 他說這是雙標 那土耳其這個國家 這個艾爾段 他經常也是發表一些 跟歐洲國家不同的聲音的一些話語 他說 曾經跟我們上過民主課的人 現在陷入深深的沉默 很諷刺啊 因為你看你們西方人 每次都跟我們講民主啊民主啊 如何如何 現在怎麼都不講話了呢 那另外呢 我們看看艾爾段 他怎麼說 他說法國普遍存在 伊斯蘭恐懼症 你知道土耳其 很多是伊斯蘭教的喔 那有很多很多 在這個地方有 伊斯蘭的這個信徒喔 所以將此提升為 土耳其的國安問題啊 所以呼籲歐盟應該對仇恨 應對仇恨犯罪 他認為是白人 或者是不同的這個種族 和宗教 對伊斯蘭的一種恐懼 進而變加害 而另外我們看看 法國的統計局怎麼說 他說2021年 法國移民總數 達到700萬 佔人口總數的10%耶 十分之一是移民喔 穆斯林佔法 這個佔這個人口是4% 合法的人口喔 那非法就不用講了 到2050年 法國將是穆斯林人口 最多的歐洲國家 美國之音說 中國突然取消歐盟的外交與安全高級代表 這個柏雷利的中國 這也是一項訊息 來我們請這個蔡委員一起幫我們解讀一下 柏雷利到中國訪問被取消 原因很簡單 就是柏雷利的歐盟最近通過一項的決議文 書文裡面提到說 意思是說歐盟要介入台海問題 你這個時候說要介入台海問題 那你又推遲過一次 柏雷前的時間他到中國訪問 推遲說因為他得到新冠會員確診 結果沒想到人家發現說他出現在極限分 那就是很難解釋 那現在你又要來 又通過了這說要介入台海問題 就中國大陸的立場 他當然說那就請你不要來吧 來也沒什麼好談的 上和組織本來就是一個反恐怖主義的組織 可是他已經形成了這幾個國家領導人定期上的一個會議 話題就不限於恐怖主義 但是還會特別提醒一下外部勢力 就是美國勢力 我覺得普丁跟習近平兩位怎麼那麼客氣 是美國勢力 所以他們跟美國勢力的較勁 在上和組織可能看著莫迪的面子 這不得講得那麼清楚 但是習近平主席特別提到說 擴大本幣結算份額 這個是可以努力而且會成功的 本幣結算你會覺得好像新鮮 其實不是 在歐元成立之前 歐洲國家就是本幣結算 主要是靠英鎊 瑞士法郎 法國法郎跟德國馬克做本幣結算 只要是我的國家 那允許你其他的貨幣 正好這邊開很多的戶頭 我們就很容易進行本幣結算 所以這個相對來講 是比那個所謂的其他的什麼 用人民幣為中心結算 那個來的更加簡單 那就繼續推動 但是因為這幾個國家的 GDP金額都不大 所以推動的規模 剛開始會比較小 那如果像沙烏地阿拉伯 都比較有錢的國家加進來的話 貿易的比較大的國家 在RCEP加進來的話 那規模就會變得很大 至於這個兵變後 我想就是給普丁 一個很大的耳光 那他現在跟回程過來了 開始要跟中國做海軍的聯合巡航 如果中國大陸海軍 能夠把軍力投射到賴吉利亞 那可能是在中國歷史上 第一次有軍力可以到達大西洋 以前我們正和下西洋 也頂多到印度洋 因為還沒有到大西洋 那法國我們當然希望 它早點結束 應該不會很難 因為法國暴動很有經驗 比誰都有經驗 紅背心這些 對經驗豐富 所以我不擔心 倒是會被艾爾端 跟武器級嘲笑一段 是我們先聽下廣告 哪一些地方要再談海軍嗎 我覺得那個上河組織也是可以談一下 好 還有就是中俄的海軍 好 我覺得那個很有趣 所以你說我看到中國大陸這個 海軍投射到這裡 對 那個一定會進去的 他們現在在這兒嗎 對 所以他要往這走 因為他那個一帶一路也要在那個西非 西非的那個西非角 那個地方也是要走 你說西非角 西非 對西非的那個轉角那個地方 因為他那個要接那個中美洲 他們目前來講 加納這邊 這是加納嗎 加納他本身希望 中國大陸在那邊幫他們 把那個港口再擴大 對 所以海軍如果投射到這裡 海軍一定要的 然後他也會用俄國的基地 俄國在黑海 地中海 還有在那個大西洋的基地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海生威也很重要 如果說中國的軍艦也開始進入海生威 因為過去演習 在海生威也有演習 但是如果用海生威作為它的補給點的話 那中國以後駐紮在海生威 那這個就直接就進入日本到美國 是 那就不一樣了 那我是覺得 庫茲聶佐夫號怎麼那麼快就修好了 那時候不是 那個烏克蘭的那個導彈的力量並不強 一般來講 受水不重 所以我 為什麼有的時候我會說 說台灣有時候真的是不要太吹噓 我們把熊山 我們不是把它吹得很大嗎 那你要看熊山的本身的速度 它的彈頭火藥 那因為一般來講 這種導彈驅逐艦或是護衛艦 它的甲板是很厚的 所以你打的時候不見得能夠打成 有時候就打一個然後它很快就會修好 但是如果說像我們的那個那個 陀江艦的話 那種或者是美國的那個平海戰鬥艦 那種就很脆弱 因為它的甲板很薄 它用碳纖維做 它為了要快 所以它要減輕重量 那一般來講海軍不可以這樣 海軍你如果一旦減輕重量 底上工作人員一兩百個人 你一個導彈一蹦的話它就 就破了 那不可以這樣子 那很危險 我們要把海軍 你要把它想成它就是一個坦克 在水中跑的坦克 坦克我們為什麼要包的那個厚厚板板 那就是 防炮彈 防炮彈 然後海軍的甲板其實 為什麼要那麼厚 其實也就是防炮彈 所以你要它輕 又要它能夠防炮彈 其實就是 剛好是相反的兩者 對 所以美國的後來 美國現在也後悔了 它那款已經作廢了 就是說不再生產了 美國常常會做一些 一些沒有用的武器 所以不要把美國的武器高估 你看F22他們也不生產了 因為他們後來發現結構性出問題 然後它的發動機 現在也被窩閃失誤 就是殲20的發動機趕過了 殲20的發動機比這個F22的發動機還強 就是說起飛重度還大 那也就是說它的那個載彈量 噸位都比較大 不行了 那個美國的武器其實吹牛很多了 台灣買真的會倒楣 而且美國坦克最差 美國的坦克是人類間最爛的坦克之一 相信我 這麼糟 真的 美國坦克很爛 放買花錢買什麼這些 你倒說 美國坦克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也是一塌糊塗 不會啦 比我們的虎式坦克好 你給台灣比 台灣的坦克你敢用嗎 台灣的船你敢坐 要愛台灣 那個是要死人的 愛台灣 你那個潛艦誰敢用 那個能潛多深 兩百 不會啦 如果林非凡去駕那種普世坦克 我沒什麼意見 真的 我們的潛艦搞不好 三百三百五都下不去 我猜猜 我猜 兩百多 兩百 那就沒什麼用 潛在那個 人家要深 你還潛只得潛兩百 你期望跟泰坦號一樣成那麼 對 那個真的太可怕了 可是我覺得法國的 種族的問題真的很嚴重 他們無解 你覺得比美國嚴重嗎 嚴重 因為他們含宗教在裡面 跟宗教又 而且穆斯林的社區 錯綜複雜 美國的黑人 他們基本上來講都是基督教 他們都是基督教 同樣的宗教 而且基督教本身就是說 比較一致性的話 他們比較好解決 那它就等於是個人的問題 沒錯 然後他們的宗教 可以形成一個穩定的一個力量 勸導那些黑人 就是回到教會裡面來 但是這個歐洲的宗教 它會形成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 它變成一個話外之區 自己的自主區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是 他們是怎麼講 異教徒 對 就是 所以完全沒有辦法融合在社會 對 而且他們的社區是 他們的社區是 好 我們來請教賴老師 我覺得這一次上合組織的開會時間選 在7月4號 主辦國是印度 這個實在是很有意思 7月4號是美國的國慶 獨立 獨立紀念日 這個時候決定第一個 就是讓美國的真正的最大的敵人之一 伊朗加入上合組織 這個對美國是有點諷刺的 而且在會議中的宣言 就是本地結算 會構成他們的路線圖 要這樣推了 然後抵擋外來勢力的 也搞顏色革命 這個都是針對美國 而開會的時間就在7月4號 莫迪才從美國 然後被美國人捧成 坐上兵回到他的國內 竟然選7月4號 給美國人難看 我想拜登一定是灰頭土臉 7月4號我國慶 你讓伊朗加入你們的組織 還宣布本幣作為你們的區域貨幣 然後還宣布要打擊敵外勢力 就是我 然後中俄國的海軍 司令到中國大陸訪問 他不會只是為了友誼 是談事情 那談什麼事呢 中俄的海軍合作 你看在這段時間 俄國的海軍在琉球群島 不斷地穿梭 我想它的軌跡圖 已經被畫出來了 那這證明代表什麼呢 中俄的海軍的聯合軍演 跟聯合演習會擴大 我覺得今年相當可能 會不但在日本海 如果說有移到地中海 或是移到黑海 或者是移到這個大西洋 波羅的海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那這個是對於這個北約的國家來講 會有很大的震撼 如果說俄國又允許同意 中國大陸的海軍 使用它的軍事基地 作為停靠點 作為一個補給支撐點的話 那中國的海軍 就一下子就走得很深了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海軍這個船 你要有一個很好的停靠 你才能夠要加油 加水 加食物 還有最重要就是 那個軍港 是要放一些武器彈藥的 要放一些設備的 因為你的船艦要修 你要有一些零料艦在那邊換修 因為船一跑出去就要跑很久 跑很遠 那所以它要有很多的支撐點 如果俄國同意 它跟它有關的盟國 例如說包括敘利亞 以前的利比亞等 那麼都能夠跟中國大陸有合作的話 中國大陸的海軍 就一下子可以走很遠了 我覺得這個合作 可能在這一次俄國也很深地 體會到它真正的盟友 其實就有中國大陸 過去它對中國大陸 並不是那麼信任 法國的問題我覺得無解 無解啊 我覺得無解 當然這個衝突會慢慢地去緩 那也可能還要一兩個禮拜 但是問題就在於 它的種族問題 隨時很有可能會再燒起來 因為它的宗教 種族社區的 這種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如果不解決的話 我覺得它沒有辦法 處理法國的內政 好 我們來接一下廣告 前幾天他們都不敢出去 燒得一塌糊塗 對啊 他穿了很多照片來 就很危險 那個整個車子都燒光 他們停在路邊的車子 一整排燒 那他當場他在那害怕嗎 還好 有 警察會保護 因為他們打得很兇 那他有時候去買東西回來 那警察就趕快回家 叫他趕快回家 因為就打得很兇 對 其實有壓力了 法國這兩年好像沒事就會暴動 他沒有這樣的專業 沒有 我跟你講 一切都是 真的是 我覺得柯林正的名言 就笨蛋 問題在經濟 對 我覺得都是在經濟 對 物價上漲 工資調的幅度不夠高 是 貧富差距落差越來越大 人民不滿的情緒越來越高 物價真的是漲翻天 整個歐洲 而且失業很嚴重 找不到工作 好 拼哥等一下你要講哪一塊 講 印度跟 還有俄羅斯這些東西 印度跟俄羅斯 你說上和會喔 上和跟俄羅斯的 就是中俄的合作這些東西 好 其實我好幾年前去法國去英國 我就已經發現那邊超級多 穆斯林 我覺得穆斯林本來就很多 你知道那種西班牙葡萄牙 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在本國找不到工作 他們會到法國 或是德國去當什麼你知道 端盤子 洗盤子 還有那個Hotel裡面不是都 以前都是阿姨在幫你鋪床 對 他們都去做這些 因為他們找不到工作 對 所以其實蠻慘的 很正常我1989年我去法國的時候 他們的服務業幾乎 全部都是黑人在做 可是我說的是西班牙人 跟葡萄牙人 他們的經濟很長 而且都是很年輕的人 他們就變歐洲五國了 對 他們的經濟 因為2008年那個經濟 重傷 到現在他們都沒有恢復 對沒錯 他等於在本國找不到工作 對 他可能到法國德國還找不到 或是英國 可是因為他們可能英語法語不行 所以他們只能做勞力工作 對 最低的薪資 對 然後做黑工 對 對 我覺得的確是蠻感慨的 對 因為政府又沒空管他們 對 好 對 美國是想太多嗎 印度根本不可能會 會 超像美國的 結果你看吧 我們講一點都沒錯 因為 他是先知 預言 因為印度是個文化泱泱大國 印度人都很聰明 而且人家什麼都吃就是不吃虧 所以 所以他絕對不會去幫美國人 幹這種傻事的 印度 我覺得人家做的一點都沒錯 這個國家就是標準的 就是 就是只要任何東西對我有利我就斬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對我不利我就閃得遠遠了 這是好事 我覺得任何國家領導人都應該要這樣做 這樣才能夠保護自己的國民 不是很好嗎 那至於說 中國大陸的海軍現在 往這個西非進發 我覺得 這個是必然會出現的事情 因為他在 非洲大陸上內陸已經幾乎都連接起來了 那接下來就是要港口運輸這些東西 因為你從陸陸很多東西很難運輸 而且非洲的基建本身也不發達 所以你本來就要先從海陸這邊過來 那海陸 當然你就要有軍隊來保障 因為非洲很多地方 他的治安 整個環境不一定是那麼好 但是問題是 他在西非一旦查起之後 他一旦進入大西洋之後 因為中南美現在也慢慢 快要變成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 他一定會跟他先連結起來 那接下來恐怕冷戰時期的 那個古巴飛彈基地事件 就快要出現了 你知道真的 我真的不是該 這是有可能的 那俄羅斯因為他現在 他長期國力積弱不振 他的海軍其實水面艦隊 已經比中國大陸差很多了 所以他未來如果 還想要繼續維持的話 他必須要跟中國大陸合作 所以他去拜訪中國大陸 對 這是必然的 因為他其實是 因為他其實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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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